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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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各位同学者 好 今天应该要变天 对不对 好像还没怎么变 好 所以这个 到底是好还是不好 气象预测的不是很准 好 好 這是我們倒數第二個禮拜的課 那我們還是停留在這個運銷的一個部分 那我們前面已經講過產品講過價格 那今天就是講最後兩個批 通路跟這個宣傳 那下個禮拜的話呢 照課本的進度應該是要講網路 就是講電子商務的一個部分 那我另外還想要補充的是 所謂的體驗經濟學 或者是休閒農業的這一塊 大概是所有的這個產業 在我們的這個農業經營上面的話 特別是一開始我跟同學講 我們所謂的一個供應鏈的一個完整的一個經營的話 大概體驗經濟的部分我們都要把它放進來 所以我希望下禮拜的這個時間的話 我還可以再幫大家補充這個部分 所以今天基本上是有兩個主題 一個是在講通路的一個部分 那另外一部分的話呢 就講到這個宣傳promotion 那通路的這個部分 我們大概要介紹 所謂的這個marketing channel 這個基本上呢 大概是怎麼樣子建構的 還有這個通路上面的是 所謂中間商的一個部分 我們討論它存在的一個必要 它們主要的功能 它們的職能 所以它們存在的一個必要 那另外的話呢 我們會把這個通路的話呢 把它延伸做出一個供應鏈的一個概念 那當然通路裡面的通路上最重要的 就是零售商跟批發商 所以我們要討論一下 做一點深入的一個探討 那另外的話呢 講到通路當然免不了 就要講那個運輸的部分 比較實物的 physical distribution的部分 或者我們講物流的部分 我們當然還是要討論一下 那宣傳的話呢 基本上我們講宣傳組合 promotion mix 或者它主要我們在 在行銷方面主要 會討論到宣傳的工具 大概就是廣告 人員銷售促銷 公共關係這幾項 那我們當然就針對這四個大項目的話呢 來做一些解說 那通路簡單來講 生產者到最終消費者 你要注意是最終消費者 那這樣的一個過程的話呢 我們就叫通路 那它有什麼功能呢 當然我們會把這個 產品做一個集中 然後呢把它做一個 根據供需的話呢 做一個平衡 然後再做分配的 這樣的一個動作 那我們常常會講說 這個通路中間 很關鍵的一個部分 可能就是那個 我們看到所謂批發商 後面會談的那個批發商 的一個部分 那這些功能的話呢 在我們農產品來講的話 它就顯得更加的一個重要 更需要有這個批發市場 然後更需要去執行 所謂集中均衡批發的 這幾個功能 那大家可以想 那大家可以想 就是如果沒有這個 聚成的一個通路的話 那你要去賣東西 你是不是就要不斷的去什麼 去嘗試 從我們最開始在講這個 運銷的時候 我們就講過 在早期這個 我們從最原始人的一個生活開始 你要把你手上的東西 多餘的東西拿去交換的時候 你是不是要一直不斷的這個 嘗試錯誤 一直不斷的去找 所以慢慢的出現了一個市集 那所以大家都知道說 那我就把它運到市集去 所以這就是一個 其中的一個過程 然後在這個市集裡面的話呢 我們在裡面來進行交換 來進行交換 那所以在市集裡面的話呢 買方跟賣方 那可以達到均衡的話 經濟學上講的equivalent 能夠達到這個均衡的一個狀態 是不是我們不會過度的去生產 也不會產生 也不會這個資源的話呢 做了一個錯誤的一個配置 也就是說每一次到這個市場去 我們看到那個價格的一個發生 那我們都覺得說 回去那我就知道 我應該種什麼 可能會比較好賣 就它提供了這樣的一個資訊 所以它有這樣子的一個功能 買賣雙方的一個平台 這是均衡 然後再從這個市場的話呢 這個中心呢 再把它分配出去 所以均衡的一個過程的話呢 就變成一個交易 變成一個轉手 我們講的所謂的這個 所有權的這樣的一個效用產生 所以就把生產者的產品集中了 然後均衡了 然後最後呢 又分配到消費者手上 所以你可以想 工業產品來講 生產者當然是少數 可是消費者可能是很多數 但是農產品呢 生產者可能很 生產者很多 消費者也很多 所以當然你就更需要 更需要有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通路的話呢 來幫助生產者跟消費者 做一個嫁接 那一般來說 在我們的這個特別是 就是我們會 根據這個商品轉手的次數 跟中間商的一個類別的話呢 我們就把它 這個通路的話呢 我們就會說是零接一接二接 這樣子來分 所以沒有中間商的情況 也就是說 生產者直接把產品賣給消費者 那我們會說這是一個零接的一個 運銷的通路 那有一個生產 有一個中間商存在 經過一次中間商的一個轉手的話 那我們就叫做一接 以此類推 好 那這是可本364頁的一個圖 那大家可以看到 從生產者直接到消費者 最終消費者不要忘記了 在這個情況的話呢 我們看到中間沒有中間商 那當然就是 直接由生產者到這個消費者 所以這是一個零接 好這是一個零接的一個通路 那第二條通路的話呢 生產者直接經過零售商 Retailer零售商 經過零售商轉手之後的話呢 再給這個消費者 所以有一個中間商 也經過了一次轉手 所以我們就說這是一接的一個通路 好 那第二個的話呢 我們看到先經過批發商 好Seller 然後再到Retailer 好 那這中間經過兩次轉手 好 所以有兩個中間商的一個出現 好 所以這是一個二接 好 那第四個總情形 又更複雜了 好 所以我們看到 有三個中間商在這裡 好 這邊包括了這個Aging或Broker 好 就我們講代理商或者經濟商 好 那基本上來講 當然他們也是屬於批發商的一個部分 好 好 然後再轉到一個批發商 然後再進到這個零售商 好 然後再到消費者 所以經過三次轉手 然後有這個三個中間商 所以我們會說它是什麼 三接 好 它就是三接的一個 三接的這樣的一個這個 這個行銷通路 好 好 那在最右邊的這兩條的話呢 當然就是B2B的一個情況 好 好 我們看到它不是什麼 不是最終消費者 好 可能就是一般的 就是另外一個企業 那他們買了這些產品之後 他們會是要再去做 再去做其他的生產 好 那我們可以看到呢 在這個B2B的一個部分 並沒有什麼批發市場 好 並沒有批發商的一個存在 好 就是沒有說他們經過一個批發 批發的一個市場的話呢 好 再來做這樣子的一個 分配的一個情況 好 好 那 第一種情況的話 生產者直接到消費者 像什麼 生產者直接賣給消費者 就像農民在路邊賣 對不對 好 就是它在它的這個 好像現在應該你可以到這個 陽明山去採桶 還是季節還沒到 或者陽明山的這個竹子 開始有海域的話 那你們就去這個陽明山 然後就去 直接跟這個花農的話呢 來買這個海域 這就是一個 這個 所謂的這個 臨界的一個行銷通路的一個方式 那經過一個retailer呢 那經過一個 經過一個這個零售商 好 那你可以看到 就這個通路上來看 零售商面對的是 消費者 好 零售商面對的就是消費者 所以零售商跟批發商的差別呢 批發商面對的 他拿產品 他的產品 他馬上要交給的是 零售商 好 所以批發商跟零售商的差別是 批發商他面對的 還是一個企業 好 不是最終消費者 可是零售商呢 這是後面的 一階二階三階 你都可以看到 他都是面對的是 消費者 好 所以這是你區分 所以 批發商跟零售商的一個差別 好 所以 什麼樣的情況呢 是生產者 然後他就到了零售商 然後到了這個消費者 對 就是像超商他直接跟生產者來訂購的話 那 就是第二種 一階的一個通路 就是一階的一個通路 那或者是說 像這個楊明山的這個農夫 他們種菜的話 那他自己不太方便賣 那他可能就到這個路邊 或者到什麼地方的這個雜貨店 他就把他的菜放在那邊寄賣這樣子 或者就是他就賣給那個雜貨店 雜貨店幫他賣 就是類似這樣的一個通路 好 那第三種 兩階的這個通路的話 是我們最常看到的 大一的時候 這個農業概論是不是有去看過 台北市 台北國菜批發公司 好 那台北市國菜批發公司 他經營的就是一個 消費地的批發市場 好 就你們去看的 那是一個批發市場 他本身就是市場有買方有賣方 好 那所以在那邊買的人呢 他們就還要再賣給誰 賣給零售商 好 他們不會自己賣 他們會再賣給零售商 所以他們買的量相對就要比較大 然後他們是去跟生產者 好 他們可能到生產者 直接跟生產者賣 或者是他們到這個生產地的這個批發市場呢 去採購 好 就像西螺果菜批發市場到那邊去採購 好 這邊有兩個名詞 一個叫做 台北果菜批發市場對不對 你們去看的叫 果菜批發市場 好 然後在那邊爭議的 好 就是在那個電視上一天找我罵來罵去的那一個呢 叫台北農產預銷公司 這兩個什麼不一樣 知道嗎 這什麼不一樣 我們講過市場是買方跟賣方聚集在一起的地方就叫市場 好 所以你們去看的那個拍賣市場 有這個所謂的承銷人有供應人在那個地方 然後有一個拍賣員在那邊拍賣 你們剛有看過吧 晚上的時候去看的吧 是不是 可是這個市場誰在經營 這個市場 這些拍賣員是誰所管理的 那那個場地呢 這個場地 這個拍賣完了 要不要請人來打掃 誰來負責清理這些工作 總要有一個人 所以那個經營主體的話 那個經營這個市場的就叫做台北農產公司 他們是這樣的一個 是這樣子的一個機構 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所以在那個市場裡面 你說那個台北農產公司是一個批發商嗎 不是 他們其實不是 他們是那個市場的經營主體 當然他們自己會有一個部門 到市場裡面去拍 然後再把它拿出來 去做那個什麼 散德美的那種 那個做分切的這樣子的一個 做這樣的一個產品 然後供應到全年 他們有做這樣的一個部分 所以在那個部分的話 當然他們會扮演的是 有批發商這樣的一個功能 可是他們主要的是在做物流 好 好 等一下我們會再把這地方 再做詳細一點的說明 好 那第四種通路呢 還要經過這個經濟商或者是代理商 然後再進到批發市場 這比較像是我們的進口的水果 進口的農產品 好 因為在國外 要國外跟國外的廠商接洽的 那一個部分的話呢 可能我們這邊的這些市場裡面的 這些供應人的話 他們沒有辦法直接到國外去採購 好 因為你去採購的時候 你可能是一個貨櫃這樣進來 好 人家賣的時候賣一個貨櫃 可是一個批發商他可能再怎麼買 他都買不到一個貨櫃的一個量 好 所以他就會透過我們的這個水果的貿易公司 好 那他們就基本上就是一個aging 或者他們就是一個這個broker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好 所以他們就把這個水果從國外買進來 然後再賣給這個國內的批發商 好 所以這條通路的話呢 就比較像是進口 進口農產品的一個部分 好 所以包括我們講說 我們台風過後這個蔬菜價格很高 然後我們不是要去進口蔬菜嗎 那你就要想 那我們要進口 要透過誰來進口 好 有三千公噸的蔬菜 好三千公噸 那一個貨櫃呢 一個貨櫃的這個量呢 大概只有兩公噸 好 就我去查過 如果是冷凍 就是可以冷藏的這樣子 具有這樣功能的一個這個貨櫃的話 它的量大概就是這樣子 所以你說三千公噸你要多少貨櫃 那是很可觀的 好 所以要知道說 那真的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所以如果你不是事前就有 竟跟aging跟這個broker有接觸的話 一時之間你要去買那麼多的財 確實是買不來的 好 那我們剛剛有講到了 零售商 批發商 經濟商跟代理商 好 剛剛再跟大家重複一次 零售商 他買的產品 他就是要賣最終消費者的 所以只要你是跟最終消費者 你就是一個零售商 就是跟你交易的一個對象 是最終消費者 那他就是零售商 那批發商呢 跟他交易的一個對象的話呢 還是另外一個商人 他還是要再去賣給別人的話 那他就是一個批發商 他就是一個批發商 那這個經濟商跟代理商 基本上也是屬於批發商的概念 因為他沒有賣給最終消費者 好 所以從這個批發的這個概念來講 他也是屬於一個 屬於一種這個批發商的一個概念 好 好 那所以我們看到這個broker的一個概念的話 他只是把買方賣在一起 帶在一起 好 那aging的話呢 他通常他就是代表這個買方或賣方 那有更精細的分析的話呢 就是說經濟跟代理的一個區別 經濟商代理商 經濟商他可能通常代理的 他可能是代理個人 好 他可能是代理個人 那aging的話呢 他代理的買方賣方比較會是企業 好 會有是這樣的一個差別 好就是說 就是說我如果是個人我要買賣的話 那我可以去找這個經濟商幫我代理 好 那所以這兩個 這兩個這個批發商 基本上呢 他們都沒有要把那個東西買過來 好 所以像批發商呢 他可能會先跟農民買 產品買過來之後 然後我再去轉賣零售商 所以他是有轉手 好就是說這個產品的這個所有權 是先轉到批發商的手上 批發商再轉給別人 可是經濟商跟代理商的話呢 基本上他們不見得會把東西先買下來之後 再賣給別人 好 所以你看到經濟商 他只是把什麼 買方跟賣方把他們促成交易 好 所以他收的是所謂的commission 然後根據這個他們的成交額的話呢 他來收服務費 好 那代理的話呢 基本上他可能就會是比較長期的一個關係 好 那 我就代表這個買方 代表這個賣方的話呢 來買賣 好 可是我完全沒有要什麼 沒有先取得 我沒有先取得那個產品的所有權 我只是說去跟人家談一談 就說買這個東西這樣 可是 我只是代表A公司來買而已 那最後 最後談成了 那價錢多少還是A公司去跟 跟這個賣方的話呢 兩個來做最後協商 那所以 代理商基本上會是比較長期的關係 他們會比較是長期的關係 好 那下一個我們要解釋的 是市場涵蓋度的這個概念 好 那因為市場涵蓋度的話呢 就是說你的通路需要不多少 需要很密集呢 還是要很分散 好 那當然就會看你的產品的特性 那基本上呢 這個通路的話 就是要夠 根據他的這個市場涵蓋度的話呢 我們把它分為這三種 密集式的通路選擇性的 選擇式的通路 跟獨立式的一個通路 好 那所以密集的話 當然你就是要很多 好 你的通路這個佈點 就要佈得非常的多 那當然是像便利品 還記得什麼是便利品吧 好 你日常生活的這些產品的話 好 大概就是便利品 所以像統一超商 他全省就要佈多少店 那大概佈到5000家 是不是 好 那選擇式的話呢 就是我們講選購品的 那一個部分 他相對 當然他的這個通路的話呢 就不需要這麼多 他的這個 整個分布的話 因為你不會經常買 好 然後又有這個品牌的一個考量 好 所以對消費者來講的話 當然我不需要那麼多的店 不需要說 我隨便 就需要有這個店來買 好 我可以到特定的地方去買 好 所以這是這個選擇式 好 那所以 最極端的呢 獨家的 當然就是特殊品的部分 好 像這個我們講過特殊品像什麼 高端的音響對不對 好 或者是像那個 好 這個精品手錶 好 那他絕對不會是什麼 在路邊轉角就看到嘛 是不是 好 當然路邊轉角那個 大概也要是很好的那個 好像中山北路啊 或者像什麼那個 非常非常高級的那種 商圈的話呢 他才會出現他的一個 他的這個所謂的代理這樣子 好 所以 這個特殊品的話 當然他的通路就不會是 到處都可以發現這樣子 好 這是獨家式 所以 你的通路到底要分佈的非常密集呢 還是說呢 他是非常的稀有 就要看你產品本身的一個特性 來做這樣的選擇 好 好 那 中間相當的功能 大概我們剛剛有講過 好 他最主要就是要均衡 集中均衡跟分配 好 所以在他的這個 集中的一個部分的話呢 就是所謂的媒合的一個 媒合交易的這個部分 好 所以他有這個集中 然後他有做均衡的這樣的一個動作 好 所以 我們看到這個地方 分級包裝 大概都是 他可以 在 他可以在這個產地的批方式場 進行完畢之後 然後到了我們的這個 直接就把產品的話呢 就進到我們的消費地的一個批發市場 好 那 最後面的這幾個 集貨 聚集買賣雙方協調與預價 還有縮權轉移 這個部分 大概就是我們講的批發市場 它最主要的一個功能的一個部分 那在這個中間 從生產者到批發市場 好 這裡面很需要的 當然我們講的是運輸的部分 好 還有這個儲藏的一個部分 好 那在市場裡面呢 他傳遞出來的 我們當然講 市場絕價以後 他傳遞出來的 就是一個資訊的一個訊息嘛 好 所以每一次這個 記者他們要去播的時候 他們都會跑去問什麼 那個農產運銷公司的竹蜜啊 好 問他的總經理啊 今天的菜價 平均批發價是多少 是不是 他們就要去問這樣的一個數字 這樣的一個資訊出來 好 所以價格本身 好 價格本身就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資訊 好 那所謂的推廣呢 批發市場要做什麼推廣 他如果沒有做推廣 他不會歡迎你們去看他們的 好 那或者他們每天都要接待很多的 這個不同的客人來 好 這個推廣 什麼 等一下我們可以再來看這個問題 好 融資呢 中間商需要做融資 你可以想 這個批發商 好 你還記得第二 第三 這個兩階的通路裡面 是不是有批發商對生產者 好 所以批發商去跟生產者買的時候 他是不是要先跟 他可能就要先付 他就要付錢給農民了 好 那他不太可能說 我今天這個香蕉成熟了 我才去買香蕉 或者今天高麗菜成熟了 我才去買高麗菜 因為同時可能很多人都要去搶你的產品 所以我必須要什麼 很早之前我可能都要跟這個生產者講 我都要先去找生產者 我如果是一個批發商 我需要有貨源的話 我可能事前我都要先去產地 去跟農民看看說 你大概有多少量 你種的產品還不錯 好 那如果我拿你的產品去賣的話 我可以賣到更高的價錢 所以他必須在生產季節 就很 就非常的勤奮地 跑到這個生產地的話 去看看跟生產者做一些 做一些了解 甚至他就必須跟生產者講說 你這些東西到時候 成熟的時候呢 全部讓我來賣 好 那我如何取得你的承諾說 你願意把你這些產品 成熟的時候通通賣給我 所以我可能要給你一些什麼 定金 那或者更早之前的話 在還沒有生產之前 我是甚至大概都跟農民講說 你的技術也很好 你這個地的話呢 也非常的 好這個地看起來很肥沃 你也很認真 那是不是你就幫我種什麼好了 你就幫我種這個 你就幫我種這個 種這個白玉蘿蔔 那你要幫我種 那農民會說 我需要錢買種子 我需要錢去買肥料 融資一下對不對 所以批發商某一種程度 他也扮演這樣的一個角色 為了他要去取得這個貨源 他需要扮演這樣 那風險分攤呢 好了 我先借錢給你 或者是我要 我在這個 還沒有完全修成的時候 我就已經跟你講說 我把你的這個 所有一公頃土地上面的 這個白玉蘿蔔 我全部都包下來了 我給你定金了 但是就快要修成的時候 突然來一個蠔雨 突然來一個寒海 那原來我預期可以 只修500公斤的蘿蔔 現在呢 剩下300公斤 那這200公斤的損失 誰來分攤 誰來承擔這個損失 全部算農民嗎 還是這個批發商 你也去做部分的承擔 如果你希望跟這個農民 有更好的一個關係的話 當然你會去跟他做什麼 風險分攤的這樣子 那對農民來講 他當然也比較樂意說 跟你來合作 所以這是中間商 他很多的這些功能 那推廣的部分 我們還沒有講 我們可以再等 後面我們再來談這一塊 那這是供應鏈 剛剛我們講供應鏈很簡單 你從最上游的生產者 一直到最終消費者 這當然就是一個供應鏈的 一個概念 但是要把它變成是說 是一個供應鏈的一個管理 這樣的一個概念的話呢 就變成說這個通路上面的每一個 從生產者到中間商 一直到中間商 從批發零售 這中間的話呢 其實他們會是有一個 比較規範性的一個協議 在那個中間 在有這個協議的一個存在 就像我剛剛舉例說 批發商跟生產者之間 我可以做一個批發商 我可以到處去跟農民來買農產品 可是有的農民的話 他生產的產品品質非常不穩定 有一些農民的話呢 他的產品是相對穩定 而且相對是比較好 那如果我要做長期經營 我要長期的去 經營我的這個批發業務的話 我當然要去找 那個生產比較穩定的一個農民 可是跟這個農民 我應該建立什麼樣的一個關係 我跟他建立一個什麼樣的關係 不見得我要跟他簽契約 但是這種所謂比較 雖然是informal 但是還要比較formal一點 不見得要簽契約 好所以他的東西進來之後 那我是一個批發商 我下面還要面對誰 我還要面對零售商 所以我也不希望說 我每天都在找零售商 是不是 所以我跟我的零售商之間 是不是還有幾個 好跟我是比較 做生意往來比較密切的 所以當這些零售商 他需要貨的時候 他很自動很自然就找到我 我很自然就會找我的這個 上油供應商 所以很自然的 我們就串成一個什麼 供應鏈 所以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基本上是一直存在著 從我們通路的概念上來講 我們的運銷通路這個概念上來講 這個供應 這個supply chain的概念是存在 只是說 他過去可能不是一個很具體 沒有尋之於文字 沒有任何的法律的 約束力的這樣一個關係 但是慢慢的有一些大企業 他是不是就會想 那既然我需要上油 我需要下油 那我自己就把他們整合在一起 我跟我的上油簽合約 我跟我的下油簽合約 那這就不是一個 就不是一個我們平常看到的 一個沒有組織的這個supply chain的概念了 他就已經變成是一個 一個整合的 一個整合的這樣子的 一個供應鏈的一個管理 所以你講供應鏈的一個管理的話 對大型企業來講 當然它是非常的 它是非常的需要 包括上個禮拜 我跟大家提到這個麥當勞 是不是 就是像麥當勞的全省的這個 所以這些店的話呢 都算是他的零售據點 就是他的零售據點 那這些店的話呢 都需要原料的供應 這些原料從什麼地方來 他的雞塊 他的麵包 他的蔬菜要從什麼地方來 他又從不同的 要從不同的地方 要從這個種菜的 要從這個包括養豬的 養雞的 做麵包的 是不是 好 那所以他的上游 他的上游 這些東西進來的時候呢 每一家店的這樣子去分配呢 還是說他需要一個中心 所有的東西進到這個中心之後 再把它分散出去 我們台大附近有幾家了 幾家麥當勞 兩家三家 對不對 對不對 你有看到這個每一家這個 零售店的後面都有一個 後面都有在殺雞 然後都在那邊自己烘麵包嗎 沒有吧 是不是 在那邊切薯條 是不是 好所以你可能會看到說 晚上的時候 就有一個好大好大的一個 一個這個貨櫃車開過來 然後上面寫一個麥當勞 對不對 好有看過吧 那這個車子裡面的話呢 事實上他會是從他的 我們剛剛講的 好所謂運輸倉儲的那個地方出來 把屬於這一家店 明天需要的這些原物料的話呢 送給他們 好所以這個店裡面 可能有一個冰箱 去冰這些東西這樣子 好所以你在往上游去追的話 他需要類似這樣子 一個所謂集中均衡分配的一個地方 是不是 類似我們講批發的那樣的一個概念 然後這個批發呢 這樣子的一個批發 再往上是什麼 他就是針對的是什麼 不同的原料的一個供應者 他就要去找農民 他要去找這個做麵包的 去找什麼這樣子 好所以 他這個就是一個完整的一個供應鏈 所以原來做 原來做麥當勞的時候 他一家店的時候 好吧 我可能自己去找一個 找一個賣雞塊的 然後去找一個做麵包的 他可以自己這樣做 但他的規模做大的時候 他就需要自己有一個自己的什麼 supply chain 就是他自己create了 他屬於他自己的這個 運銷通路出來 好那所以 就運銷通路的這個地方 我們把它轉換到supply chain的時候 我們會變成是用這樣子來說 好一個inbound logistic 進來的 原料進來的這個部分的物流 好然後再來就是 這些東西進來之後 你們要怎麼樣處置它 你要 你是不是就要有一個倉儲的中心 好類似像批發市場那樣的一個概念 所有的所有的原物料 各式各樣的原物料把它集中在一起 然後在這邊 你可能還要再做一些處理 是不是 你可能還要再做一些處理分級包裝 這樣子 所以有可能它的薯條是從國外進口 可是國外進來的時候呢 它可能是一個更大的一個包裝 好它可能是更大的 好可能是一公噸的一個包裝 然後我要分配到每個零售點去的時候呢 我是不是要把這個大包裝把它拆開再換成小包裝 好所以你就必須要有這個場地呢 來做這樣的工作 OK好 那我出去的時候呢 我現在要出去了 我進來的時候可能都是大包裝 從海關過來 從那個產地過來都是大包裝 然後我到我的物流中心去把它做一些 做重新的整合包裝之後 我要再出去的時候 我可能要用不同的卡車出去了 是不是 好所以我inbound logistic 可能是原來不同的 不同的這個供應人他們的這個 運輸工具過來的 可是我要出去的時候呢 就是你看到的 那個麥當勞的那個卡車出來 好 那麥當勞這個卡車呢 是麥當勞的嗎 你還記得我跟大家講過這個 梁安座工廠 它的卡車是用租的 可是那個卡車上面還是要寫上他們自己的logo 對不對 也就是說 我為了要做這個outbound logistic 我要不要自己去做一個卡車公司 不需要吧 還是如果你量夠大 還是順便還可以幫人家買一下 好所以晚上的時候 它就是掛上牌子鞋 這個麥當勞 白天的時候它就變成7-11 中午的時候呢 它就變成全聯 是不是可以這樣改變 好不知道 這是一個很有趣的地方 那你看到這個上面的這一條 也是很順的 從inbound然後處理 然後到outbound出去這樣子 下面有個reverse logistic reverse logistic reverse logistic講什麼 人家退貨的時候怎麼辦 是不是 好過去的話呢 就這樣過去而已 可是現在我們有比較好的服務 那人家要退貨 那你怎麼接受這個退貨 好那這樣子的一個supply chain的一個管理的話 好尤其是reverse logistic 這個地方像我們在講這個網購 好我們講這個電視購物 是不是都有給你 好根據這個效保法裡面的話呢 非實體電的話 都有7天的試用期嘛 好有些產品除外 好那所以7天試用期的話 你要是試用不滿意 但是可以退回去 所以可以退回去的這個部分 就需要reverse logistic的部分來處理 好所以 可能是outbound logistic 是不是它連帶要做這樣子 reverse logistic 所以這個supply chain的一個管理的話 好過去 我們只是很單純的 從這個預銷通路的這個概念 好好像 它是跟我們各自企業是沒什麼關係的 可是當你的企業規模做大的時候 當你的規模做大的時候 像我舉的麥當勞這樣的一個例子 你就需要什麼 你是不是就要需要有自己的supply chain management 好你就要考慮說 我的所有這麼多的東西進來的這個inbound logistic 是什麼 那我需要一個什麼 處理的一個中心 我在出去的時候 我一個outbound logistic 還有我在 退回消費者退回的時候 我這個機制應該怎麼建立 好 所以包括像Amazon 亞馬遜的話呢 它是建立的一個平台 對不對 好我們大家就在那邊買賣 所以那個平台就相當於這個零售店一樣 就像我們看到的麥當勞所有的這些店面 我們去點 好我們去點這個幾號餐幾號餐 好那你就在它的網站上面 你只是沒有到它的 沒有去零貴 你就在網路上點點點 你要買什麼東西 買完之後呢 它有一個material的 handling的這個地方 來幫你處理 你要什麼書是不是 好所以它會有一個 它應該有一個很大的一個倉儲 那這個倉儲裡面這些書從哪裡來 它是不是要有一個inbound logistic 所以各式各樣的書 它也不光是賣書了 它賣很多是不是 它什麼東西都賣了嘛 所以它這些東西都要進來 所以它的倉儲 它的每一個倉儲 都是這個美式足球場的幾倍大 這樣子的倉儲在做 你要想像說那個倉儲裡面 應該會長什麼樣子 要放好多好多的一個item 幾千萬的這個幾千幾萬種 或者更多的這個不同的這個產品 類別放在裡面 那你要怎麼管理 一本書放在最上面最上面 所以要有那個 要魯夫的手臂可以伸上去拿對不對 所以它每個人都有這種功能 好其實沒有 它很多東西都要用機械人 都要用機械人了 好那所以它的東西出來呢 亞馬遜他們自己也開始要做什麼 他們也要開始去做 他們也有他們自己的一個物流 好 退貨的時候 你如果訂過他們的東西 那個包裝盒上面都還有一個條碼 就是你把它貼上去之後 然後你去投地的話 就根據那個條碼 它就會幫你回收 他們這個機制都有建立 這是supply chain 好我們講說它基本上 就是大型企業已經把我們的 這個運銷通路的話 你就把它放進來 所以包括我們在經營的時候 當然我們在經營任何產品 是不是這個東西 你怎麼樣跟你的消費者把它串接在一起 你都必須要一致的考慮到 這運銷通路的部分 好那零售商的一個部分的話呢 我們這個我們講零售商的一個類型 我們大概可以用這四種方式來分 看你服務的這個量的多掛 還有你產品線的多掛 還有你的這個價格 通常是這個 你產品提供的一個價格 同樣的產品你提供的價格 還有就是說你的這個 整個零售所有的這個水平的 這些店面的一個 之間的這個組織架構的方式 我們可以來分 所以就它的服務 提供的一個服務量的話呢 有所謂的這個自助型的 或者是部分 然後還有是什麼 全部服務的 像比較高級的餐廳是不是 就是就有服務 這個我們叫做有這個 waiter 有waiter waitress的話呢 來做你 桌邊的服務的 它就是一個full service的 那像這個 有自助餐的話 像自助餐它就是什麼 你要自己去取餐嘛對不對 self service這樣子 那limited的呢就介乎在中間 介乎在中間 介乎在中間 就是有些自助餐呢 你就點一點 然後那個服務員 還是會幫你送到什麼 送到餐桌去這樣子 就你自己要去那邊點 但是不是人家幫你供餐 這是服務量來說 那像ivniculo那種店呢 它算是什麼的服務 full service limited service 還是sale service 有點limited對不對 至少你去市衣間的時候 它還是有個人在那邊管理 告訴你說 給你說你拿了幾件衣服 給你幾張牌子是不是 讓你可以進去這樣 可是你要拿衣服 不需要這個 不需要裡面的這個服務人員 幫你拿衣服 你可以自己拿了自己 就跑去那個市衣間的地方 所以它是屬於limited的這個service 那你想 LV的話應該是什麼樣的service 等一下下課就去101的LV逛一下 現在應該不用排隊了 去逛一下 你想它應該是什麼service 應該是full service對不對 那當然 你也不要覺得說 我穿著這樣很寒酸進不去 你當然要進去 因為我是秘密這個 那個秘密調查員 我是特別來看你們的服務好不好 明年就會出現在天下雜誌的 那個什麼百大服務企業裡面 OK 好 那就產品線來講的話 當然specialty 它就是專賣 只賣一種 譬如說它只賣香料 但是各式各樣香料都有 或是它只賣蠟燭 那各式各樣世界各國蠟燭 它都有specialty store 那department百貨公司 既然叫百貨 所以當然它什麼都有 它就要賣各式各樣的一個產品 這叫百貨公司 然後supermarket 當然它強調是生鮮 便利商店呢 它沒有carry很多東西 但是它強調的是什麼 你的日常用品 就是我們講的 要那些便利品的 那些便利產品 那這個superstore的話呢 我們叫category killer 或者是service retailer的話 category killer 就是它就是賣比較便宜 它的東西還是很多 但是它相對就是賣得比較便宜這樣子 所以它carry的東西也是非常多 可是因為它加了一個killer 所以它其實也是屬於相對價格低的這個部分 好那相對價格比較低 我們有discount store 或者up price store 就像你大概可以把什麼 我們有這樣的店嗎 全年優點它要把自己變成是什麼 就像womart它優點來講 它就是相對它就是會比較便宜的 它的東西 通常東西它強調 我會是比人家便宜 或者全年 因為它進貨量大 所以它通常東西它都是標榜 它是價格相對便宜 那我們可以看到像factory outlet 就是那個現在我們很流行的 在林口啦 或者在這個桃園是不是 可是這幾個 他們就是所謂工廠的這個outlet 中文怎麼講 就是這個工廠它的這個直接的 直接比較便宜的 同樣大概類似的產品 然後它會在這個outlet的話 它會賣比較便宜的這樣子 這樣來供應 那warehouse的這個club 它就像Costco 它就是 它強調它其實它就是倉庫 所以它沒有很豪華 它沒有很豪華的購物環境 但是因為是倉庫嘛 所以東西一定要很 也是就是買的時候 都要買很大量 有一點是像這樣的一個概念 所以像Costco 它就是warehouse的club的概念 那這個結構來分的話 我們會說 像連鎖商店 或是加盟店 那或者是企業 他們自己整合的這樣子的 這個 Congrel Merit 這個是很大的一個組合 企業 有些超大的這些集團的話 那他們的產品種類很多的話 他們就會一樣 他們就會把它們整合在一起來出售 像麥當勞它算是一個transtall 好 subway的話呢 subway應該是transtall 好 因為它是把代理權給台灣的一家公司 那麥當勞有一些店的話呢 是加盟的 好 所以它是兩個並存 它有transtall 它也有這個franchise的部分 好 它兩個都有 那所以像星巴克呢 它在美國它算是 它可能也都是有transtall 也有franchise 好 可是台灣跟美國的關係呢 它是授權的 好 是美國授權給這個統一 好 給統一集團來經營 好 好 好 那這個零售業的發展趨勢呢 好 我們會用這個 Wheel of Retailing 好 用這個字來講 好 零售業就像輪值一樣 是一直在轉 一直在轉 所以零售業的形態 是改變得非常快速的 好 零售業的這個 改變 這個它的一個經營的方式 是改變非常快速 好 你只要記得零售是什麼 它的賣方就是 最終消費者 它就是一個零售 好 只要你是面對最終消費者 就是零售 所以它的觀念上 是改變非常快速的 那在零售的趨勢 上面來講 非店面的這個零售 過去想 你要跟最終消費者接觸 那是不是一定要有實體店 好 所以這個店面好像是很重要 可是我們可以看到 好 在下面舉這個例子 下面舉著很多的這種模式 它都不用直接跟 不用的這個 直接的這個店面 好 那我們講Direct Selling的話 就是有點是 上門去敲門去賣 這樣子的一個 好這樣的銷售方式 face to face的直銷 那或者是 過去是郵購了 就寄這個Category給你 然後這樣子的一個郵購 那或者打電話行銷 或者像現在是電視購物 也非常的這個平凡 你就坐在家裡也不用出門 或者現在的網路上的一個購物 然後還有像販賣機 當然它也是 好 那我們現在有更精進的販賣機對不對 就是在捷運外面的那個叫什麼 快取寶是不是 叫快取寶吧 它其實也就是一個 Bending Machine的概念 只是它有這個 冷藏的這樣的一個功能 然後再來 我們講Shopping Mall的概念 Shopping Mall跟百貨公司 不太一樣的是 百貨公司是整個建築裡面 然後它裡面就有 不同不同的品牌 不同不同的產品 譬如說它的第一個樓層 大家說百貨公司的第一個樓層 都是賣什麼 賣化妝品 賣各國的精品對不對 當然啦 現在也可以賣汽車賣哈雷 賣電腦 這就是第一個樓層大家賣的 然後第二個樓層 大家賣高級的女生的時裝 三樓的話什麼國內設計師 四樓又是什麼 大概都很特定的 這樣一個樓層的設計 它就是一個Building 可是這個購物中心的話呢 它可能就會佔了一個 很大的一個地 然後在地上呢 它就是不同的商店 它就不同的商店 然後它相對就會是很多元 它就是很多元 所以我們剛剛前面看到的這個 Merchandise Cangaroo Merit這個地方的話 它就會比較像我們講 Shopping Center這樣的一個概念了 它的產品是非常聚集的 如果你有去逛過這個 桃園的這個 叫華泰嗎 還是什麼名品城有沒有 它就是一個非常典型的 這個美式的Shopping Mall 這樣的一個概念 它是露天 它是一個露天的 這樣的一個Shopping Mall 的一個概念 然後這個這裡面的話呢 當然各式各樣的商品 都會在裡面賣 都會在裡面賣 然後當然有些購物中心 它也是蓋在很大的這個建築裡面 但是這個建築的話呢 就是說 華泰公司可能是一個業主 可是Shopping Mall的話呢 整個Shopping Mall 是一個業主 但是它是把它的這個 所有的場地 它把它切割出去 變成店 而不是變成一個專櫃 一個櫃的 不是櫃位這樣子在儲租 它是用店面 店面的方式在賣 好那這是課本講的 就是說這個Shopping Center 現在的一些概念 這個整個觀念上面 它的這個Shopping Mall 好那 這個美國的這個Mall的話呢 也不見得要跟Shopping 接在一起 像它的這個 有時候在城市裡面的話 有時候商業中心 它也可以用一個Mall的概念 Business Mall這樣子的一個概念 就是 一樣就是一個區域 這區域裡面可能有牙醫師 可能有這個律師 有會計師 一樣是幾個店面 然後它就是 就是租給這一些 比較屬於像我們講的這種 其他的這個服務功能的這些 這些這個企業來進駐 那甚至它可以加上餐廳 好 用這樣的一個組合在一起 那一樣它就是一個Mall的一個概念 好 甚至就是如果它在 甚至再大一點的話 它可能是以一個超級市場 一個Supermarket為中心 好一個Walmart 然後再加上一個Supermarket 然後再加上其他幾個店 這樣就一樣是一個 所謂Mall的概念 那它真的就是一個Shopping Mall 所以Mall的這個概念的話 Mall的這個概念的話呢 可能就是 基本上它不見得是購物 它也可以是一個商業中心 它也可以是商業中心的這樣概念 好 所以我們國內有沒有這樣的概念 這個松山文創有一點點想要朝那個方式來進行 松山文創它不是有一個百貨公司嗎 不是它有一個飯店 飯店下面有一個百貨公司 然後那個文創的中心 旁邊是不是有很多的 真的屬於文創的一些的商店 商家在那個地方 好 所以它基本上就類似像一個 有點像這個Mall的這樣的一個概念 好 所以它是一個區域去開發 好然後它不光是購物而已 它也提供了一些商家 甚至它也可以增加一些這個 所謂的這個商業服務的這個部分 那就是已經是一個像Mall這樣的一個概念了 好 那另外就是科技進步的一個部分 好 有很多的部分的話呢 可能就不需要有人來提供服務給你 而是你可以做比較多的 Self Service的這樣子 像Kiosk 如果你常常騎這個什麼 U-bike是不是 好 那個機器就是Kiosk的一個部分 好 像航空公司 有時候如果你沒有帶什麼大件行李的話呢 那你也可以在這個 機場的這個Kiosk上面的話呢 自己來做什麼 來做這個登機的這個 Check-in的一個工作 好 這個在機場也有很多 好 那這個Smartphone呢 Smartphone不是為了要你支付嗎 是不是 現在不是就是讓你去付款 好 所以它基本的一個功能上面 就是整個 就是你不需要帶 好 不需要帶錢 好 重點還是後面要有錢對不對 雖然不要帶錢 但是手機要去連結你的帳戶 要連結你的信用卡 裡面還是要有錢的 好 除非說你有一張臉 好 因為大陸已經開發出來 那種刷臉技術 好 包括說大陸要做這個高鐵 因為春藝是大陸很重要的一個 一個大工程 好 所以他們現在我看到新聞講說 他們今年的春運呢 要進那個 那個車站的那個 扎口的時候呢 刷臉就好了 好 也不用去取票了 進站的時候 或者取票的時候呢 在螢幕上晃一下 刷臉一下就可以了 好 所以你要注意 如果這個技術出來的時候 你的臉就很重要 不可以隨便去受傷 好 整型的時候呢 要特別小心 重點部位不要去整到 好 好 所以不要隨便去跟人家換臉 好 那 最後一個趨勢呢 就是所謂社區化的概念 這是社區化 那 這是 其實這個社區 這幾個趨勢的話呢 其實是 我在別的書上看到的 好 那 那我看到 當我看到說 社區化 就是說這個零售店的話呢 越來越是區域型這樣子 好 它有點是去挑戰像這個 像Walmart這樣子的一個大型的 這種Discount Store的 這個發展趨勢的一個反思 好 就是這種店越來越大 然後大家就會開車跑到那個 好 跑到別的地方去買 然後過去的話呢 我們可能買東西就會是在那個 居家旁邊那種雜貨店 好 它也會變成是附近邻里的那種 這個什麼 資訊收發中心啊 好 廣播站這樣子 大家都會去那邊買東西 順便打探一些消息啊 好 或者里長也可以在那邊 發布一些資訊這樣子 做政府的政令宣導 可是當這種大的又便宜的這種 這個 Walmart這種店出現的時候 這種Category Killer出現的時候 他們全部被打 全部被打敗了 欸 但是現在趨勢好像又回來 我們還是比較需要人心一點 是不是 好 所以這個社區化的這種零售呢 這種趨勢的話 反而又開始 又開始慢慢出現了 好 那我覺得跟這種趨勢在國外出現 跟我們國內好像也是可以 也有這樣的一個配合 譬如說全家說 全家就是你家對不對 好 所以很多人就跑去全家 去吃喝玩樂 是吧 好 然後麥當勞呢 這大概 美國的麥當勞不會做這種事情 好 就台灣的麥當勞呢 他之前有做一個廣告 麥當勞不一樣的夜晚 鼓勵大家24小時晚上都還要去什麼 麥當勞吃宵夜有沒有 然後這個麥當勞的24小時 在這個和平西路跟羅斯福爾那家麥當勞有沒有 那家麥當勞呢真的是最有社區型的 這個你到快天黑的時候就會看到 他天黑的時候大概晚上八九點 你就會看到有人拎著行李 然後可能就買一包薯條 然後他就到二樓找一個好位子 然後就坐下來了 然後找一道 我不知道他什麼時候離開 反正他就會坐在那裡 可是大家都還是和平相處 那個夜晚的話呢 你就會覺得說 那是一個很溫馨的一個夜晚 你可以看到很多人群聚在那邊 雖然我們都不認識 可是我們會互相關懷彼此 你會看看說那個人 他有沒有好好的睡覺有沒有蓋被子 這就是社區化的這樣的一個情況 這是這個零售他的一個發展的一個趨勢 所以當我們看到這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的這樣的一個發展趨勢的話 其實又慢慢的轉回來變成什麼 社區化 那前兩天我會聽到呢 這個新的零售的方式 那我有這個同學就跟我講 他說現在很流行是什麼 就在網路上 或者是在Facebook上面就去播一下 就我做蘿蔔糕的 我做蘿蔔糕做得非常的好 然後他就告訴人家說呢 這個12月24號聖誕節前夕 我會做聖誕節特別的這個蘿蔔糕 但是我就要在這個深坑的這個某某山區 在那個地方有1000塊的蘿蔔糕 那這個要買的人就記得去那邊買 好就你可以在網路上先訂購 可是你要取貨呢要去那邊取 到深坑的某山區裡面去取這樣子 好所以他就會在不同的 每一次他做的時候他就告訴人家 我做1000條什麼 然後我就會在什麼什麼地方 然後他全神這樣巡迴這樣子 就有人開始做這樣 所以他也不需要店面 他不用開店面 他可以就在那邊做蘿蔔糕 做完之後呢 他就把這個蘿蔔糕呢 他就在 他就透過這個網路的話去告訴人家說 我要在哪邊賣這樣子 然後大家就來了 就追隨 然後他說還有一個醫生 有一個中醫生呢 他也是 他就告訴人家 我這一次呢 我會在這個林口交流道 這個 這個weekend 我會在林口交流道下面幫人家把賣 好 那你要看著你就來看這樣子 他就幫你爸爸賣 然後就開個藥方給你 就可以出去買藥 好 真的就有人去 好 所以你去留意一下 好是不是真的有這樣子 聽說已經越來越多人做這樣子 就我不需要店面 然後我就自己什麼 租水草而居 但我有一群始終的粉絲會追隨我 好 好 那這個批發箱 那基本上批發箱 我們看到 Fore service 這個批發箱 Houseller的話呢 他們大概要做很多的事情 就是他們大概把東西都買壞 他把東西買下來之後 他可能自己就要做很好的倉儲 好 那這邊你看到 他包括呢 他可能給他的 給這個 他的這個上油供應人的話呢 他都要給他們這個credit 就給他們融資的一個部分 他甚至自己都要去做運輸 好 那甚至他都要幫他的下油 這個地方 包括上油 譬如說他告訴農民說 我希望的是什麼樣的蘿蔔 那你可能就要怎麼做 好 你怎麼做會比較好 然後這個零售商的部分 他大概也要去跟他的零售商講說 這東西你可能怎樣去跟消費者推薦 好 所以他其實會變成是很多元 所以我們說這是一個Fore service 好 那這個 他是賣商品 好 最主要他是以商品為主 那他就要做很多的工作 所以你可以看到這個 management assistant 這個地方 某種程度 他還真的就是推廣他要賣的產品 有去做這個promote這樣子 好 那這是經濟商跟代理商的一個差別 好 好 那這個部分物流跟食物配送 這可能是批發上他很重要 要去做的部分 好 那他要做 包括他要去接訂單 他有償儲的部分 他的存貨管理 他運輸 他要資訊收發的這個部分的話 好 批發箱大概都要做到這一塊 好 都要做這一塊 我們講physical distribution 好 或者叫logistic 物流 好物流 那可是 你不太可能說 你可以 這塊可以單獨獨立出來 這塊是可以單獨獨立出來的 你剛看到批發箱 他是不是這些工作他都要做 在這個full service的這個地方 full service的這個批發箱 他是不是這些工作大概他都做了 他是不是大概都做了 好 他要去接 他要去接訂單 然後他要去買貨 他要去囤貨 然後他甚至要做運輸 他甚至要去提供這個 現在這個產地的情況 什麼消費地的情況是怎麼樣 把這個資訊做這樣一個交流的 做這些工作 好 所以這個批發商做非常多 那所以有些批發商他就會把這一塊 當他做的這個產品類別非常多 當他規模越來越大的時候 他會把這一塊把它切出來 好 所以有些人他就專門叫什麼 物流公司 他就專門叫物流公司 好或者是一個運輸業者 一個運輸業者 他過去都在幫人家運送運送 運送到最後呢 我自己也可以做嘛 對不對 反正你每次都叫我去什麼地方載貨 載了貨以後就載到什麼地方去 好 所以我跟那邊生產者也很熟悉 我跟這邊的零售商也很熟悉了 所以我不如我自己把你們什麼 串在一起 那我要運輸的話呢 可能你們也 我可能自己本來就有一個倉庫 因為我有卡車 我需要卡車停放的地方 那也是要上下貨 我本來就有倉庫 所以這些是不是我自己來做就可以 所以有很多的這個 貨運公司的話呢 他就轉行 他就會變成是什麼 物流公司 所以你現在仔細去看 譬如說什麼大榮啊 新竹貨運啊 他們現在大概都不叫什麼 運輸公司 他們都可以把它改成叫什麼 物流公司 就是他已經把物流變成是一個專門的一個行業 所以這個批發箱呢 他就會把這塊切出來 然後他的所有其他物流的部分 他可能就專心的去找東西 去找他的零售商 然後就去串接 去買接訂單的這一塊 其他的話呢 這個倉庫啊 這個集貨啊 這個分貨的這個部分 運輸部分 他通通給什麼 第三方的物流來執行 他自己這塊不做 他就把它切出來 他就把它切出來做 所以物流這一塊的話呢 他就變成是一個 非常大的一個 在這個 在整個這個 在整個這個供應鏈上面 在我們的運銷通路上 他變成是非常大的一塊 logistic的部分 那像統一的話呢 他們自己就有一個 屬於他們自己的一個物流 因為他的超商遍佈得非常大 那當然也可以超商自己來做 可是他除了他的統一超的話呢 他其實還有其他的店 也需要做這個什麼 運輸配送 所以他不如把這一個部分 所有需要做運輸 做物流的 做食物配送部分 他全部把它獨立出來 變成一家新的公司 好 變成新的一家的 新的一家公司 然後這家公司 就可以幫統一的這個集團 下面所有的公司呢 去做什麼 食物配送的工作 好 所以你看到那個 大的這個卡車 除了在運送Seven的這個產品之外 其實他還去配送其他的 就是他會寫一個XX物流這樣子 好 你可以去留意 好 那這一頁的話 也是課本的資料 好 他指 你在運輸的時候 你要選擇不同工具 你要適合去選擇 這個不同的工具的話呢 從成本的考量 好 從他的速度上面來看 好 不管你在怎麼運輸 你可以發現 公路運輸 火車運輸 他都還是什麼 非常重要的一個部分 好 還是非常重要的一個 運輸的工具 好 好 那這個Pipe Line呢 這是在運什麼 這個管路在運什麼 運石油啊 運天然氣啊 對不對 好 以後還可以運人 以後不是會有那種 高速的那種子彈列車嗎 然後他就會在管子裡面 傳送的 知道吧 好 如果2020年那個 沒有被武統 沒有被武統的話 好 2017年 據說2017年會 發生第三次世界大戰 好 如果沒有的話 我們可能就有這個機會 做到這種子彈列車 在那個管子裡面這樣 噓噓噓 好 好 想太多了 好 那這個部分的話 還是我額外補充 好 我不知道在你的那個 農產運銷學會不會講這個 那這個部分事實上 又跟你的這個農產價格 或者農產價格裡面 應該要講到這個 這是比較特殊的 我們農 在我們農產品的這個 運銷通路上面 直銷就我剛剛講 可能農民他們直接呢 在路邊買賣這樣子 好 那或者現在有很多的 所謂的小農 他們會在網路 透過Facebook 會網路他們直接來賣給這個 生產賣給消費者 好這也是直銷的一個部分 但是更多的一個部分的話呢 大概農產品都還是會走 剛剛我們講的 兩階的這個運銷通路 好從生產地到PVA市場 然後到這個零售 到零售 然後再進到我們的這個消費者 就還是兩階 好所以農產 在我們農產品的話呢 我們可以看到 好我們大概有所謂的 產地市場 PVA市場 跟零售市場 這三個部分 好 但你不要去問啦 好產地市場長什麼樣子 好就是 在生產地 農民他們把他們的產品 集中的那個地方 好那有人去 農民拿去賣 然後這個消費者 有這個PVA上去賣的話 它就是一個市場了 好然後這個PVA市場 像台北的這個 好第一PVA市場 第二PVA市場 它就是一個 就是一個消費地的PVA市場 可是像蔬果的話呢 在西羅 它就是一個消費 就是生產地的PVA市場 它基本上就是一個產地市場 好但是它還是 它還是PVA為什麼 它還是叫PVA市場 因為它賣的 還是賣給PVA商 它不是賣給消費者 它不是 它中央 它不是賣給這個消費者 所以產地 一般來講 它都是PVA市場 但你說在產地 會不會有零售市場 如果產地是零售市場的話 那就是農民它直接賣給 賣給這個消費者了 那就已經是一個什麼 直銷的一個情況了 好就已經是生產者 直接就是賣給 賣給生產者了 好所以去講那個 零售市場就沒有意義 好所以這個PVA市場 這個地方產地 是一個PVA市場的概念 這是消費地的PVA市場 消費地的PVA市場 最後一個當然還是在消費地 消費地的這個零售市場 好那有些地方 這個零P市場呢 就是PVA市場 PVA市場 它的PVA商 在這個PVA市場裡面 在P給零售商的那個部分 就叫零P 好就叫零P 好所以有一些PVA市場 它是有零P市場的 好所以 你去看這個 第一PVA市場或第二PVA市場 那邊是不是有些攤販 有沒有在那個市場的那個 旁邊或裡面 或者是在濱江市場那邊 它的一樓那邊 是不是有一些這個賣水果的 賣水果炭 那些就是所謂的批發 就是零P 好那就是零P的部分 好因為他們其實 他們是從批發商那邊P過來 他甚至他自己本身就是一個批發商 然後他順便在那邊經營 他可以賣給這個 他可以賣給批發商 他可以賣給零售商 他是賣給零售商 所以基本上 他們那些店是應該賣給零售商 可是有消費者來買的時候 他不能跟你講說不行了不行了 我只能賣批發商 對你要跟他買 他當然還是賣 所以基本上那一些賣水果的 他是應該要賣給零售商的 但是他們有一點還是這個 有點違法的去賣給這個消費者 好那這三級市場呢 他的價格 如果量是一樣的話 量是一樣的話 最下面的這條需求 當然就是對這個 這個產地市場的一個需求 好讓產地市場的攻擊 然後再來攻擊會變小 為什麼 總有一些損耗吧 對不對 所以在產地的這個攻擊是比較 比較多的 然後到批發市場就變小 然後到零售市場又變小 好因為他就到零售市場 不是會挑的更厲害 好然後這些需求的話呢 這個需求 好這個需求好像是越來越多 對不對 好那我們會說 這個徐霧老師的書上會講 這個最開始的需求呢 是在產地的這個需求 後面的這個 這個消費地的需求呢 是一個衍生需求 衍生出來的一個需求 好那所以這三個價格 同樣的這個數量 這個價格呢 一定是消費 這個零售市場的價格 是要最高的 好 零售市場的價格一定是最高 因為 也不為過 對不對 因為我們會加上 運銷的費用 我們會加上運銷的費用 在裡面嘛 好所以 當然零售的價格是會越高 好零售價格會越高 那這裡面還可以探討的 好 這三個 這三個價格 同樣的數量 面對的是零售價格 批發市場的價格 還有產地的價格 這三個價格還有所謂的這個 彈性的一個問題 對不對 他們還有彈性的問題 那基本上呢 這三個價格的彈性是不一樣的 這三個價格的 這三種價格的彈性是不一樣 是批發市場的這個 消費地的這個市場 消費地的這個零售市場的價格 是最沒有彈性 所以你也知道為什麼 每一次大家在這邊抱怨說 欸 產地都已經跌了 為什麼消費地是不跌 你就這個圖來分析的話 這上面這一點的這個 彈性是最小的 它的這個彈性是最小 所以它其實是 相對來講變動不是非常大 那另外 許老師也在這項上討論到 他說 到底哪一個市場的價格先決定 這三種價格哪一個市場的價格先決定 哪一個市場的價格先決定 批發市場 因為它的這個市場規模是最大的 那批發市場決定之後 它會去 它就這個零售價格 當然是把批發價格 再把它mark up上去 然後產地會看什麼 看批發市場的一個價格 他們來決定說 我要不要採收對不對 這不是價格好 我要不要往那邊去 所以 基本上這個 所以我們剛剛講說 資訊的收發 最主要的還是在這個批發市場 因為它的交易速度最寬 所以它是最具有效率的一個市場 因為它是最接近完全競爭市場 所以它的價格是最有代表性的 好 那我們一般在講的這個 這個電視媒體他們在講說 我們的這個批發價格 是多少錢多少錢的時候 你要留意 其實在批發市場裡面 它會分什麼 中價 比較這個品質比較不好的 比較低價位 中價位 高價位 它是有這樣分的 可是它可能每一次 它可能都是講什麼 平均價 或者它是拿這個低價的 或比較中價的來講 所以 以後你要講這個批發市場價格的時候 你要知道說你講的是 三種價格的均價 還是你特別講的是哪一個價格 好 所以那個概念上是不一樣的 你要特別去留意這個 批發市場 其實它是根據產品的品質是有分的 是有這個 比較這個什麼 所謂這個 中價位高價位這樣子 好 那 第一 下面這個我們要注意的 這個 農產品是有這個 季節變動非常嚴重 因為農產品 它本來生產就有季節性 然後它可以儲存的話 又不是非常耐儲存 然後這個農產品的話 它本身的需求彈性小 好 那所以當然就會 對它這個需求彈性又比較大的話 價格變動一點點 那個數量可能就會 就多數的 多數的農產品的話 大概都是需求彈性比較大的 好 所以 這是農產品 它很容易出現季節波動 就是我們常常講的 古建商農的一個情況 只要它的產量一上來的話 它的這個價格可能就變低 好 所以早上我還瞄到一個新聞 三顆高麗菜100塊 五根香蕉110塊 好 所以高麗菜很貴很貴的時候 一顆可能是一兩百塊 現在很便宜了 三顆100塊 那香蕉變貴了 是五根香蕉110塊 當然 當你看到這個資訊的時候 你第一個你要問的 這是什麼價格對不對 好 三顆100塊 你講的是批發價 產地價 零售價 好 而且是什麼樣的高麗菜 對不對 不同的大小 然後這個品質不太一樣的 這個高麗菜的話 價格也是不太一樣 那你講這個香蕉 那你講這個香蕉 是五根 五根110塊 是不是7的香蕉 那如果是這個其他 其他路邊 路邊他賣的那種香蕉 可能就不是這個價錢了 好 所以這個 講到價錢 大家一定就要注意 大家一定要注意 好 這是對農經系來講 我們對價格的反應 是要非常敏銳的 好 所以季節波動 對農產品來講 其實是很難避免的 那我們只能問的是 如何縮小季節變動的程度呢 是不是 好 這農產品本身價格波動 是很容易出現的 因為下面剛剛那些原因 因為需求產性的關係 因為它的這個 它的這個 液補性的一個關係 還有這個市場的一個寬度 它產季的長段 還有這個生產的這個期間 對不對 那個空間上面的一個分布 從最南到最北 大概是在什麼 有多大的一個範圍 可以生產這樣的一個農產品 所以這些都是因素 那 它一定會發生 那我們如何避免呢 如何去避免這季節波動 所以 可能你有比較好的倉儲設備 是不是 好 或者你有比較好生產的技術 你可以避開 一般的這個生產季節 好 或者其他 你可以去思考 好 好 那我另外要補充這一頁 剛剛我跟大家講了 你去看的這個 第一PWA市場 第二PWA市場 它們都是PWA市場 你看到的那就是一個市場 可是市場是什麼 經營主體 好 那個市場的經營主體 就像這個果菜PWA市場 它是由台北農產公司所經營的 好 那在這個 萬大陸的那個市場 旁邊還有一個魚市場 好 那個魚的 那個魚的一個 魚產的拍賣市場 那就是一個台北魚產公司在經營的 好 那 好 在台灣 我們比較特殊的 這個硬體呢 都是由地方縣市政府所建設的 基本上 好 所以那個果菜公司 或者魚市場的那個 硬體的部分 都是台北市政府蓋的 都是台北市政府蓋的 然後它再去公開 去徵選企業 徵選企業來經營 徵選企業來經營 所以它是委託給這個企業 所以那個場地台北市政府蓋好之後 徵選來應徵的是台北農產運銷公司 當然 如果你有興趣的話 下次要徵選的時候 你也可以組織 你也可以去組織 然後來這個 來參加投標 然後去爭取這個經營的一個機會 那我們有一個農產品市場交易 一個農產品交易法 這交易法裡面講 經營批發市場的主體的形式 它可以是一個農民團體 它也可以是農民團體 加地方政府 就是加政府機關 這政府機關裡面 包括台北市政府 包括農委會都算 那它也可以是 這個農民團體 就是供應人的部分 然後再加上承銷商 然後再加上政府 總共可以有六種 但是政府在把這個硬體 拋出來 要去照標的時候呢 農民團體是優先 農民團體優先 譬如說他說我訂一個及格分數 你們要來做簡報 你們要寫計畫書 你們要怎麼樣怎麼經營 這個計畫書 然後在審議的過程裡面 它只要達到幾個 他們就是優先承諸 他們是優先承諸 這是我們的農產品的交易辦法裡面規定的 那台北農產公司的問題是什麼 在批發市場裡面 農民叫做就是賣東西的那個叫做供應人 他們叫供應人 所以它就是所謂的這個農民團體的那個部分 叫供應人 然後去買的呢 在這個批發市場裡面去買的 那這個交易辦法裡面叫成銷人 承擔的成銷售的銷叫成銷人 好就是一般我們講的那個批發商的部分 他們叫成銷人 這是專有名詞 好所以台北農產公司呢 它是有農民團體當股東 這個公司這個公司 裡面有農有農民團體 也有成銷人組織 然後也有政府 這個政府裡面包括台北市政府 包括農委會 這三這應該就有四種了 四個四個單位 但是基本上就是三種 政府跟這個 跟農民團體跟這個成銷人組織都在裡面 可是這樣的一個組織呢 在董事會裡面是不是就很矛盾 一邊是買方一邊是賣方 所有的好處 買方一定要爭取我買方的好處 賣方一定要爭取我賣方的好處 對不對 工藝人跟成銷人在同一個桌上開會 你覺得會有rich agreement嗎 他們會有共識嗎 這還蠻困難的對不對 好那所以政府的角色就在這邊 政府在哪一邊哪一邊就贏不是嗎 好那結果呢 這次這個北農改選的一個問題 台北農產運銷公司的一個問題是 原來台北市政府要跟農委會合作 結果農委會竟然呢 炮棄了這個台北市政府 所以他就說 這是柯文哲為什麼講 這是日二戰爭打在中國的東北上面 原來是農委會去跟農民團體的一個 中間的一個不合的一個問題 結果呢就犧牲了這個台北市政府這樣子 所以這個柯P才講說 那我自己再煮一家好了 我自己再煮一家出來 爭取這個場地 就把這個場地拿回來自己經營 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台北市的這個批發市場 台北市有果菜 有畜產 可是這個其實 畜產它只有做這個雞 只有這個毛雞還有一點鵝的這樣子的批發 然後還有就是漁產 就在那個萬大陸旁邊漁產 另外一個花卉 應該花卉在內湖 在內湖 那這個 台北市政府因為有硬體的一個建設 所以基本上 台北市政府在這些公司裡面 大概都有佔有股份 它都有佔有股份 所以都這些團體裡面 你都可以看到 政府的這個官派的董事在裡面 去做這個去主導這個經營權 好這是經營主體的一個部分 那我剛剛已經提到 我們現在的一個架構的話 事實上是存在一個矛盾的 就是工藝人跟成銷人 都在這個董事會上面 而應該扮演中立角色的這個 政府機關的話 如果他沒有辦法 把他的角色扮演很好 那他就會造成很多的紛爭 好 那 下一個大家注意的 就是這個批發市場裡面的話 它的絕佳機制 大概就是採議價跟拍賣這兩種 所以你們在台北看到的是拍賣 當然它是可以 在台北市可以做拍賣 可是如果你到西羅去的話 它是台灣最大的這個 消費地的一個批發市場 生產地的一個批發市場 就是一個產地市場 它是採議價 那一直 這個農委會一直講說 你們要不要改拍賣 要不要改拍賣 可是 他們有些困難 因為農民直接就把他的東西拿進來賣 農民連分期都沒有分期 連包裝都沒有 他就直接拿進去賣 然後這西羅果菜市場就講 他說 我不能說你不可以 沒有包裝不能進來 因為這樣就違反了我做這個市場的一個目的 因為農民他本來就是可以到這個批發市場來賣東西 然後我要規定他這個規定那個 而且在西羅周邊很多種蔬菜的農民 他可能就是種少少的 所以他很自然的 他今天就在他的這個田裡面採了一把青菜 採幾把青菜他就拿進來了 然後你就說幾把你需要裝一個箱子 就對這個農民來講 或者他是一個年紀滿大的農民 都是相對是很困難的 所以在這個西羅果菜批發市場 他很難做到 很難做到拍賣 那台北可以做到 在這麼多的這個批發市場裡面 台北的這個拍賣的那個機制 算是做得最好的 政府也投了非常多的錢 我們去國外學習了非常多 當然是可以 因為所有的農產品 進到台北的這個拍賣市場的時候 事實上都已經經過分級包裝了 所以他可以很容易的去做這個 做拍賣的這樣的一個動作 就是你們看到的 你們看到的是這樣子的一個情況 所以這是在產地跟這個 消費地的這個拍賣這個批發市場 他們的這個絕佳機制 就採的是不一樣 當然我們希望是用拍賣是比較快速的 我們用拍賣是比較快速 可是你現在要把前期的作業要做好 才能夠做到 那林批市場我剛剛跟大家解釋過了 在我們的這個賓江市場 譬如說一樓的那個地方 它就是所謂林批的部分 那你到內湖的花卉市場去的時候 那個拍賣那個花卉拍賣 然後那個一樓的地方 它的一樓的地方 也有很多賣花的賣切花的那些攤販 他們就是所謂的林批 所以你要去那邊買花的時候 它一定跟你講買一把 我不能拆開賣你兩支 你就是要買一把就對 所以不管你是不是批發商 只要你買的是一把 這一把裡面可能二三十支的玫瑰花 它都還是要你買就對了 就是你只要買它這樣一整把一整把的 這樣子就可以 那當然它的價錢實際上對是比較便宜 他們就是零批 所以他們有很多人 事實上就是在這個批發市場裡面 他是承銷人 然後他就租一個攤位 然後他就開始來賣給什麼 零售商這樣子 這是零批市場出現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零售市場呢 批收水源市場就是一個零售市場 它是一個公有的零售市場 也就是說那個硬體還是什麼 市政府蓋的 市政府蓋的 然後這個市政府租出來的是租什麼 把那個攤位 一個一個攤位的話去租給 去租給我們的這個要承租的人 那這些市場 這些市場早期在改建的時候 都有一些歷史背景 它可能都是一些 比較這個經濟弱勢的人 在那邊擺攤販 然後聚集變成一個市集 然後佔有的是公有地 所以政府就把這些人 就請他們說那你們暫時離開 我把它重蓋 重蓋之後的話那你們再進來 或者是說有些地是當時這些人的 所以政府在做這個整個重建 市場重建的一個過程上面的話呢 就會跟當時這些攤販 做了一些溝通 所以他們就會變成 優先層租裡面的一個攤位 就變成是這樣的一個情況 那所以政府拿到這些例之後 你可以看到水源市場的市場 真的只有兩層對不對 好這地面一層 然後二樓一層 上面呢都是 就是台北市政府的這個 這些相關的這個單位在使用 裡面包括有什麼 交通裁決所 是不是 裡面有很多的政府單位 在裡面使用 是這樣子 所以這是我們的零售市場 特殊的地方 那我們也有民友的零售市場 在古廷 古廷國小旁邊的那一個 那也算一個市場 古廷旁邊有沒有 古廷國小旁邊那個巷子 進去那裡 那也是一個市場 那個市場呢 就是一個民友的 就是一個民友的市場 你覺得它好像是違章建築 其實它還算是一個民友的一個零售市場 這是這個在台灣的這個市場的一個狀況 帶大家去看一下日本的這個花卉 花卉拍賣公司 那這是日本最大的這個花卉拍賣公司 在東京 在東京 叫大田 叫大田的這個 在這個地方 那其實我們的台北花卉 在批花市場的話呢 就由台北花卉公司 經營的這個台北花卉批花市場 在內湖 我們事實上 這個整個電腦系統 大概都是跟他們學習 只是我們的規模是相對比較小 我們的規模是比較小 那它的這個硬體的話呢 還是東京都 對不對 它的這個政府呢 所蓋的 那 可是這個場地很特殊的是 它把這塊場地 分割租給兩個公司 就在這個場地上面 事實上有兩個公司 你進去的時候 如果你不小心走錯的話 就會得罪人了 就那個公司的 剛好就這樣切兩邊 你就會看到 這邊也在拍賣 另外那邊也在拍賣 那當然正在政府的一個角度上來講的話呢 有兩家公司同時在經營 同樣的一個業務的話呢 當然是比較有競爭性 對這個承銷人跟供應人來講的話呢 都會是比較有利的 所以他們是做這樣的一個決定 同時有兩家在競爭 可是這個大田的話呢 它整個規模 它其實相對是最大 整個在日本 那它是一個單獨的公司 它沒有承銷人 它也沒有供應人 在公司的組織裡面 也沒有政府參股 它就很完整的 就是一個私人公司 然後它一樣 在日本它一樣有規定 就說你要做這個拍賣業務 要做這個批發業務 一樣要得到政府的一個許可 那政府相關部門也是會定期來 定期來做業務檢查的 但是他們就是用一個單純的 很單純的一個 一般的這個企業組織 就沒有把這個市場裡面的 這個批發市場裡面的 這些業者的話放進來 好 這是它的後面在禮貨的部分 好你可以相對跟我們台灣的 這個規模看起來的話 它整個戰地的這個規模 就比我們大非常非常的多 好 那這當然就是一箱一箱的 好 就是你可以看到 它這是切花的部分 好 就是我們講切花就是那個 就是只有花朵的部分 好 各式各樣的一個花 好 比較特殊的是這個地方 它整個花會在後面 好 它花進來 一直到拍賣完了 然後出去到分貨的這個過程 全部是 這很像看到機場的那個 行李的那個什麼 托運的那個 行李的運送帶 輸送帶的那樣的一個情況 好 就是它是這樣的 這麼大的一個規模在進行 那這是它的這個 它拍賣市場外面的 所謂零P市場的部分 它零P市場 但是它零P市場大概非常的少 好 它在這個 在這個批發市場面 它的零P呢 大概只有20家左右 那是在我們台北花會公司的話呢 這個是這個數字的好幾倍 好 所以這是很特殊的地方 那台北花會公司就面臨這樣子 這些零P市場的話呢 他們彼此就在競爭 那你去看 他們東西其實都還蠻像的 可是在這裡 你看到這些零P市場的話呢 其實他們的各自的這個 賣的花會就會有一點不太一樣 好 那這是特別給大家看 這個蘭花 好 這裡面有一些蘭花 可能他們自己生產有很多 或許是從台灣 從台灣出口過去的 這是對蘭花保護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好 包括他們在運送 甚至包括在它的這個墊裡面的話呢 它全部是這樣子 非常小心的 非常小心的把它包裝起來 那左邊這張照片 大家可以看到的 就是這個花 有時候蘭花 它也會有這個所謂的這種 把一些花會把它剪掉 就是譬如說它要 這個花開過以後 把這個葉梗 花梗剪掉之後 它其實明年會繼續再抽花梗的 所以有些花梗它會把它剪掉 那台灣的業者 也會製作這樣的一個處理 那這些花梗的話呢 事實上業者會覺得說 這是沒有什麼用途的 好 可是你可以看到 這邊下面它就用營養液的部分 把它包裝起來 好 把它裝起來 所以這個花呢 它還是 它還是可以持續的再開一陣子 那這個花就可以賣到什麼 你可以賣到飯店去做飯店裡面的裝潢啊 你可以賣到餐廳裡面去做這個什麼 餐廳裡面的裝飾 對不對 你不需要買到這麼一整盆 這麼一整盆 大概我們都會覺得說 那是送禮的時候 才會需要那一整盆的花 可是我們自己的話呢 或許就像這樣的花 就是這樣子一個切花的狀況的話呢 我們都可以拿來運用 在台灣應該說 像這樣子的這個 這樣子 只是看到切花的這樣子的一個蘭花的使用 我們相對是比較小的 不過 我知道台灣在這個蘭區 在後壁的那個蘭園裡面的話呢 我們有一個業者 就是專門剪大白花 上次給大家看過的 好 那白色大白花 它就像這樣子處理 它就是只剪這個花 然後它就 直接這個剪下來的花呢 就送到日本去 好 因為是日本的一個葬儀色需要用 就是它在這個 在這個葬禮的時候呢 去佈置那個場地時候使用的 好 它就不用這個整盆蘭花 它就只要 只要那個花卉 所以台灣就在他們夏天的話呢 去可以供應 那大家可以看到 這是蘭花的運輸 好 你看它 這個一樣 這個車子 好 它的蘭花運輸的這個車子 這應該台灣也沒有 就是它是一個冷藏的這樣的一個車子 那花都是受到什麼 最好的一個保護 所以你說這個蘭花它可以有標準的箱子嗎 它可以有標準的這個包裝嗎 它可以去拍賣嗎 可以啊 好 只要說你可以有這個 你的規格上面 你的這個後續才處理 也就是說你的規格可以訂出來 你包括後面的物流處理 你都可以配合好的話 當然也可以 所以這輛車子有沒有讓你想到這個 兩座工廠的那一輛 在那個土體的那個車子 好 所以我們在做 要能夠把我們的這個運銷 這個品質做得更好 剛剛講到 所有農產品運輸過程是很容易腐敗的 好 所以我們必須要在運輸的過程裡面 在運輸工具上面的話呢 去做一些 去做一些突破 你看看這個蘭花就很可愛有沒有 好 這是它的批花架 然後這個 我有問他們說你們這邊拍賣最大的這個 最主要的花會是什麼 然後他就跟我講 就金額來講 就那個數量來講 好 然後最主要的它還是以菊花為主 那我就想 講到菊花我就想那個白色黃色的菊花有沒有 這種菊花誰會要啊 不是嗎 結果我就在這個 在他們林品市場看到這種顏色的菊花 日本的國花本來就是菊花嘛 所以他們是很努力的去開發各式各樣的一個菊花 所以這種菊花應該就會有人買吧 是不是 好 應該就會有人買 所以它這邊還有很多各式各樣的一個菊花 所以確實他們在這個花會的一個推廣上面的話 不要講說它的 但我們當然我們講說 我們在田尾過去我們也生產很多的菊花 好 我們用這個什麼 用光照的一個方式 所以過去田尾晚上的話 像冬天它就會照光 讓這個菊花 讓它這個菊花能夠開花開出很大多的花出來 然後外銷到日本去 後來我們現在成本呢 也競爭不過其他這個其他國家的時候 當然這個部分也就縮減 但是日本雖然進口了很多 但是它沒有改變的是什麼 他們自己在品種上面的開花 開發是不是 好 所以像這種漂亮的花 這麼不同顏色的花 它絕對不會隨便流出來給你 是不是 它也不會說拿種子來讓你們種 它會留在他們自己 留在他們自己手上 那當然這個花的價錢 絕對比我們種的那種什麼 白色或什麼萬壽局開的非常大的那個花呢 都還要來的價格高 那這是我看到有一家 這個零批店 它就專門賣南瓜 因為我去的時候是10月初 那10月底的話剛好是萬聖節 然後日本就把萬聖節 變成是一個很重要的節日 所以這家店呢 它所有的 我剛剛講說它其實這些零批店 都還是有特色的 剛剛那家它就主打 它就是賣菊花 那這家呢它通通賣南瓜 它整個店裡面通通是擺南瓜 那它的店不像台灣的這個 這個我們的這個 這個零批店裡面的話 就還是 還是所有的花呢 通通插在桶子裡面 只是它是一把一把這樣裝著 它還是 就像一般零袖店一樣 會把它佈置得非常的漂亮 所以你要看到 它就是擺了全部的這個南瓜 那比較特殊應該是這顆吧 對不對 這顆南瓜看起來就 它顏色是蠻漂亮 是有點粉紅色 它是粉紅色的 但是就上面有一點這個 疙瘩在上面 看起來還蠻疙瘩的 好 那 這是日本的超市啊 好 那我們拍這個照片是 你可以看到它有強調 這個東西是什麼地方來 有沒有 它一定會註明它的一個產地 好 那 這個是因為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好 所以就把它拍下來了 好 然後 我們問那個會日語的那個 我們的那個 我們的那個 顧問喔 他也說不知道這是什麼東西 好 那如果你知道的話再告訴我 好 所以我們在拍照的時候呢 欸 他說不可以拍 但是我們已經拍了 好 所以這是非常冒著這個 很大的風險 沒有被刪掉的情況之下 帶回來的 很重要的是它都是什麼 它一定會標明它是什麼地方來的 它標明是什麼地方來的 然後還有它的尺寸 它的那個規格尺寸 就要把它講 就要把它標示得很清楚 好 這是 覺得我們 在賣產品上面的話 這東西大家認識吧 這東西大家認識吧 無花果 無花果 台灣也有 台灣也有人種 好 這是花 因為剛好我剛剛講萬聖節嘛 所以他們就做了很多南瓜的這種小裝飾 這是它的花店 它有很多的花店呢 就在捷運站裡面 就在捷運站裡面 所以 因為我是台北花匯公司的這個關牌董事嘛 所以我們常常在那邊思考 我們怎麼樣把我們的花匯 把它推廣出去 所以剛剛 批花市場不是很重要要推廣嗎 所以 賣花的就要講我們的花漂亮嘛 所以我們就在想 怎麼樣去賣 所以我們想到說 我們可不可能在我們的捷運站 捷運站 捷運站附近不是有 會有一些商店嗎 可不可以在這些商店的話呢 也來賣花這樣子 那我們看到日本的這個金煙 我們看到日本 確實在很多的這個捷運站旁邊都有 但是它的這個裝飾 你會不會覺得它就比較可愛了 這個南瓜 是不是 好 譬如說這顆南瓜 我們都覺得 你看到這顆南瓜 你會不會就很好奇地蹲下去看 好 這是一個蓋子 上面是南瓜 蓋了一個南瓜的蓋子 然後下面可能是一個石頭啊 一個什麼的 好 據說這是一整顆 好 就是一整顆南瓜就長那樣子 好 確實還蠻吸引人的 那最重要是 花本來就是一個蠻想心悅目的東西 好 所以他們把它 把這個萬聖結呢 本來是蠻恐怖的一個結 是不是 包括了雕刻南瓜 或者把這個南瓜 做這樣的一個裝飾之後的話呢 整個氣氛其實是做了很大的一個改變 最重要是製造這樣的一個節氣 這樣的一個活動出來 那很自然的大家對花的消費 因為你不會只放一個南瓜 你在旁邊應該會做一些裝飾 你會搭配其他的一些裝飾 所以萬聖結呢 在日本也變成是一個很重要的一個節日 所以這是另外一個 這是在捷運站旁邊看到的 這個商家花店裡面的擺飾 那這個是另外一個在一個mall 在日本的一個shopping mall 旁邊的一個花店的一個擺飾 那你可以看到 這個花店它所謂的蘭花 它面對的街的這一邊的話 它所謂的蘭花 這剛剛你看到的是 批花市場名業的蘭花 那現在你看到的是 零售市場的一個蘭花 你剛剛的差別差在什麼地方 這個零售的蘭花盆栽 跟剛剛在批花市場的這個蘭花 它有什麼差別 你做什麼改變沒有 你這樣不能說它是同一株啦 是不是 可是至少它們在擺的時候 你看到它什麼不一樣 至少把花盆換了吧 是不是 剛剛的話基本上沒有什麼樣的一個花盆 它就是大概就是比較簡單 用貼紙 或者是一般我們看到的塑膠盆 用這樣子包裝起來 送到批花市場去拍賣 但是批花市場的價格是比較低 零售市場要把你的價格拉升上來 當然你要做更多的投入 所以這個花盆 你可以看到這個花盆當然要精緻一點 要做比較漂亮的一些花盆 那甚至就旁邊 你是不是還在搭配其他的 那這個是整個它的這個布置的部分 感覺都是很漂亮對不對 你有沒有看過這個台灣的 台灣的這個比較漂亮的一個花店 或者是在木裡面的花店 事實上應該都要 應該都要像這樣子來呈現 包括在美國的這個木裡面的話 它都會有花店的 然後這個花店的話 相對都是非常漂亮的 裡面的這個布置 在台北的這個比較類似的花店 應該是在新光三越的西南店那邊 還是南西店 南西店 它一樓那個地方就有一家花店 那以前101也有一個 有一個非常漂亮的一個花店 但是生意都不太好 表示說我們都不太愛花 所以我們都不太愛花的話 如果我們連蝴蝶蘭都不太認識的話 你看到蝴蝶蘭 剛剛那蝴蝶蘭你們都沒有驚嘆一下對不對 我剛剛這照片給你們看 你們都沒有驚嘆一下有沒有 假裝驚嘆一下嘛是不是 對啊 你都沒有反應啊是不是 我們要說我們要做蝴蝶蘭的王國 然後蝴蝶蘭變我們的旗艦商品 我們要出口 那每個人看到蝴蝶蘭都不會說 眼睛為之一亮是不是 自己也不會買一個對不對 看到花也不會想要買 那我們還能做什麼 國內市場需求都沒有的話 你如何去做出口 好 這是剛剛我們給大家看到的 就是這個日本比較大規模的批發市場裡面 他們自己內部運作 包括拍賣 包括他的這個整個物流配送的這個部分 好 零售市場 我們用花卉來當做一個例子 那這篇文章呢 應該是去年的這個聯合報上面的一篇文章 他講國外傳統市場的鏈金書 然後他就舉了很多的這個零售市場 觀光客到這些地方去 大概都會想要去看這些零售市場 也就是說零售市場 變成一個很重要的觀光景點 那我真的有去過的是這個 這個西雅圖的這個派克 這個Public Market 他就在那個港口旁邊 然後他同時這一天我去的時候 那個日期是不對的 他也同時有這個 沒有 我去了兩次了 他我第二次去的時候 他剛好有這個Farmer's Market 所以等一下可以看到 你看他確實在這邊走來走去的都是什麼 我們都沒有拿個菜籃子對不對 一看就是觀光客 所以在那個地方遊蕩的都是觀光客 那他最開始 他會被媒體傳播出來 是因為他的入口 他入口有一隻豬 那隻豬好像跟中國還有關係 然後還會有一個華人在那邊拉胡琴 也不曉得為什麼 那最終他在入口的這個地方 他有一個魚灘 這個魚灘呢 在媒體上的介紹 就是他們會在那邊唱歌 然後在那邊叫賣的時候 用唱歌的方式 然後會把魚拋來拋去 觀光客聚集越多的時候 他們就做這樣的一個做這些事情 來吸引更多的一個觀光客 但是我要指出來給大家看的 任何的一個魚種 是不是他都貼上什麼 他都貼上這個產品名 貼上價格 這是我們的傳統 在我們的零售市場 都沒有做這件事情 大家有留意到吧 好那我們剛剛的超級市場 大家已經看到了 好剛剛超級市場 它是有包裝的 所以他對他的這個產品的 產地的來源 可能他可以貼上一個logo 像剛剛我們看到 無花果是伯多 可是他在超市的價格上 他還是幫他標註了 甚至他會做一區 他甚至還有一區的話呢 他就是強調是日本 比較高檔的這個 國產水果區 那任何地方來的這個產品 他都有標示 記得我還在那邊看到香蕉 我們還在那邊猜日文 從日文去看呢 他的這個進口國是什麼地方 就看到有菲律賓來的 有從中美洲來的香蕉 都有很清楚的標示 那在市場裡面我覺得 我覺得讓人很驚豔的是 他有一個他一樣 他有賣花 但是他的花店 又跟剛剛你看到的花店 有點不太一樣 因為花 這個花總是不一樣的嘛 他的花是顏色非常鮮豔的這些花 但是他都幫你包裝起來了 他都幫你包裝起來 所以對觀光客來講 因為他已經有點 是觀光的一個市集了 他也是觀光市集 所以當然這個觀光客 來這邊看一看 瞬間就買一把 買一束花 買一束花走 變成是這樣 那這個市場 它的二樓 其他還有一些餐廳 因為你可以 它是淋著海邊嘛 所以他也會有一些這個海鮮 它的海鮮餐廳 就在他的二樓旁邊 這是 這個是 這是什麼我也不知道 有啦 旁邊有寫 你試試看 它有標籤 這個菜看起來不錯吧 都有標籤 是不是 都有標價 所以去那邊市場逛一次呢 你大概把所有的菜 都認識完畢對不對 不是也很好嗎 好 那這賣這個 賣義大利麵的 它全部就各式各樣的義大利麵 就各式各樣的義大利麵 在裡面賣這樣 所以它是一個special specialty的一個store 只是它是開在傳統市場裡面 好 那它的farmers market裡面 就有一個農夫 他就掛了這一張 這一個新聞報導 這新聞報導標題大家可以看到 要讓農夫留在市場裡面 所以我們需要有什麼 農屋市集的一個存在 因為如果說你所有的通路都被掌控的話 被這個大型的 被大型的這個category killer 被他們掌控的話 是不是 你就只能被 不管是供應端 或者是我們消費端的話 就會變成 你已經習慣到那邊去買 沒有第二的選擇的話 那大家全部就是這個價格 就完全是由這個 這個中間商的話來掌控 所以這篇文章就在講 這樣的一個概念 事實上 事實上這個農夫市集的話呢 它也變成是 把農夫帶到市場裡面來 讓生產者跟消費者 可以直接接觸 它也會變成是一個 很好的觀光景點 好 所以這是它農夫市集的部分 好 那你可以看到 這邊的這個水蜜桃 完全就 它也不需要做什麼分級包裝 對不對 因為它是農夫嘛 所以不需要做到超級市場那樣子 去把兩個兩個包一起 增加它的成本 那你直接跟農夫買 那當然就是用它的生產成本 再加上它一些利潤就好 所以當然某一種程度上 也是在回饋這個 回饋消費者 好 所以你可以看到 這邊都是觀光客吧 沒有人去上菜市場 帶照相機去吧 是不是 好 這是一個 好 這就是它的這個貨物 在它的市場的外面 它利用外面的這個馬路呢 來做這個貨物市場 所以 每一個農夫它的量其實都不多 它的量真的都不多 它的菜呢 當然也不會說長得很好看 它會告訴你這叫有機對不對 好或者是 這個是我自己非常辛苦照顧出來的 那它大概就是長這個樣子 我沒有額外的 添加很多的化學肥料 所以它大概就是這樣子 量也不是很多 那你可以看到 它 我不知道它是不是觀光客 它就很自然的買了一把花 就買了一束花 好 到這個市集呢 一定要到這裡來參拜一下 到摩拜一下 星巴克的創始點 好 所以你看大家都在那邊照相 有沒有 然後雖然來了 一定要進去逛一下 然後順便買一杯咖啡帶走 然後 如果你還有興趣的話 你如果喜歡收那個什麼 城市碑的話 它一定會告訴你 這邊有這個其他地方都沒有的 好 這個市集是非常有趣的一個地方 好 好 那其他國家的呢 有機會你們就去 好 你們真的就是去看那邊報導 然後你們就去找 那個 找那些市集 好 那我這邊要傳遞給大家的 這個Farmers Market呢 我們覺得 美國那個已經 應該是非常工業化 大規模生產的一個地方 它還會有農夫市集嗎 有 好 剛剛你看到的是西雅圖 好 那我在這個Hollywood的這個地方 我在那個路邊走的時候 我就看到對街呢 好 在那個Hollywood最熱鬧 那個所有的這個精品的聚集的那個旗艦 那條街上的那個外面的廣場下面 我就看到有Farmers Market 這個Farmers Market 好 那我在上網去Google 他們確實有 在Hollywood的話 也有這個Farmers Market 好 那就是剛剛我們講到的那樣的一個觀念 它其實變成是一個觀光景點 那對某一些消費者來講的話呢 我也希望說我跟特定的這個生產者來買 好 所以 剛剛我們講到 當你是大 當我們 當我們是一般性的消費的時候 或許我們傳統的兩階段的兩階的這樣的消費通路 是一個很穩定的一個通路 但是 有些農民的話呢 他如果不想走那樣一個通路的話 是不是應該給他們另外一個機會 另外一個空間 所以Farmers Market是一個很好的一個空 是很好的一個這樣的一個管道 那 在台灣我們也慢慢在做這樣子的一個 我們也在鼓勵 以前在我們農場裡面就有一個 是有機的一個農屋市集 它會變成是一個很好 如果說它做得非常好的話呢 就會變成像我剛剛你看到的 它就是一個觀光的一個景點 那另外 我剛剛給你看這個派克市場 這個派克 這個派克 它那個 它那條街就叫派克 叫P-I-K-E的那條 就在那個街的最下面這樣子 那個派克市場 或者其他國家的這些 知名的這些這個傳統市場 會變成觀光景點 它的特色在什麼地方 就你想一想 我們的水源市場 我們的南門市場 我們的東門市場 好 它要變成是一個觀光景點 它需要什麼樣的條件 會幫它 才能夠讓它變成一個觀光景點 這是我跟同學說 你如果有機會 像進都離我們是最近的 或許你有機會 可能放寒假你就有機會去看 你去看的時候 你就用心去體會 這個市場裡面它的特色是什麼 好 我們可以從這裡面 學到什麼樣的經驗 把我們的傳統市場 把它做出來 好 把它做出來 是不是 好 可以怎麼樣把這個 傳統市場的這個 零售市場呢 讓它更有特色一點 那或許我們已經 局限在這個建築物裡面 所以這個建築物本身 長得就不太好看 可是至少在你那個店裡 你裡面的這些攤位 你可不能做一些改變 好 那我印象很深刻的 就是這個花的這個部分 如果有一個市場 它真的就像這樣子 你會不會到這個市場裡 真的是維持經驗 這是我一直覺得花是很特殊的一個 很特殊很吸引人的地方 所以它不是必需品 但是它可以做一個什麼 我們講 它是一個帶路商品是不是 我為了買那一束花 我就到市場裡面來 我就順便逛逛看看 然後我就去做了其他的消費 有沒有可能是這樣子 只是又講回來 我們為什麼要消費 花朵呢 花費呢 是不是 所以所有的農產品 如果沒有我們自己 國內的需求 我們自己都不太愛買花 我們自己都不太愛買花的話呢 那這個產業是很難建構起來的 記住這句話 如果我們國內都沒有這樣的一個市場的話呢 我們不管要去推什麼樣的一個產業 我們自己都不是很 都不是很支持我們自己的國內這個產業的話呢 那這個產業是沒有成長的機會的 好 那宣傳組合我們講最重要四個工具 第一個是廣告 第二個就是指銷人員銷售的部分 第三個就是我們一般講的促銷售商品 最後一個我們講公共關係 這四個項目 好 那廣告基本上 我們大概可以把它分為三種不同類型 第一個叫企業廣告 就是說這個廣告上面 就把你所有的東西都帶出來 就把你產品 這跟就是說我們在品牌策略上面是相關的 如果你是一個family的brand的話呢 那你在做廣告 你一定會把你所有的產品 好 就像你今天 你可以做PMG這家公司的廣告 那這個廣告裡面就把PMG所有的產品 統統把它帶出來 那你也可以特別針對是PMG旗下的某一個商品 他旗下譬如說SK2就是PMG的一個產品 那他就只做什麼 產品的廣告 好 他只做這個廣告 他就不要去強調 他不要去強調說 這SK2就是我們PMG的一個產品 好 好 那這是第一類 就是企業他可能在品牌的這個family的品牌之下 他會做這樣的一個廣告 好 那我們做primary demand 就是我希望讓你知道說 我的企業裡面有這麼多的一個產品 那這裡面都有符合你的期待的 第二類廣告是特別針對產品的 特別針對產品的 所以他就是特別指對那個產品 那這時候我們講select demand 可能就比較針對性的 那我們看 你有可能是什麼 你要立即回應式的一個廣告 譬如說你的產品 好 這個你的競爭對手的產品出了什麼問題 好 像這個S7出了這個自然的一個問題的話呢 其他手機是不是要跳出來講 好 我們有加了黃爆裝置 好 所以他自然的話也不用擔心 好 或者我們買手機會送一個滅火器 好 所以他自然的時候你就把它噴一噴就好 好 所以這個就是立即回應的 好 那或者是reminder的一個廣告 好 你在提醒人家 你像麥當勞 大家都很知名的一個廣告 這樣的一個產品的這樣的一個企業 是麥當勞還是經常在廣告 為什麼 或者像可口可樂 他其實也要差很多錢去做廣告 為什麼 因為他常常在提醒你啊 是不是 徐浩廷好久沒來吃麥當勞了 聖誕節快到了 趕快找同學來做一個聖誕趴 是不是 提醒你 有時候要做這樣的提醒 那有時候呢 他就做一個比較的一個廣告 比較新的一個廣告 那這種大概 像這個 像這個電信費率 最喜歡做這樣的廣告 有沒有 有一個 新的這個品牌出來的時候呢 他一定就把其他家的這個手機 這個 他的這個服務方案的話 內容就拿來比一比 好 那這就是比較式的一個廣告了 其實這個比較式的廣告 你就要比較小心一點 你不可以涉及什麼 太過競爭了 你就不能夠太競爭的 這個非常明顯的去 攻擊對方的那樣的現象 你可以很 你可以很平和的去比較 你就是把那個數字亮出來 讓大家一看心裡就明白 誰比較便宜就好 你不需要在那邊加油 天處去講說 對方怎麼樣怎麼樣不好 不需要做那樣的事情 如果你去這個 網路上去Google 你可以看到可口可樂 跟百事可樂的話呢 他們最常在做這樣的一個廣告 以前我就找到一個照片給同學看 這個可口可樂的外面呢 批了一個百事可樂 或是百事可樂的裡面 批了一個這個罐子 外面批了一個披風 是寫百事可樂 就像這樣 那甚至有一個 看就拍到一個腳 那個腳一看就知道 是麥當勞叔叔的腳 然後他就跑去上面 看到的是Burger King 就麥當勞叔叔 跑去Burger King 買這個漢堡這樣子 就像這樣 那如果說你只是這樣子 那個針對性就還不是很高 可是百事可樂跟可口可樂 有一個廣告呢 他是做到呢 是百事或者可口可樂 把對方給在拳擊場上 把他的罐子給打倒了 好 那這個 當然有一方就覺得 這個什麼孰可忍孰不可忍 你怎麼可以做這樣子的廣告 我被你祈禱了 所以他們就去訴訟 所以是那樣的廣告的話 基本上還是會有一些限制的 所以我們會覺得 消費者會覺得蠻有趣 可是就會太過分的話呢 還是不是很好的 另外有一些就是他們 只做形象 他只做形象 他也沒有去講 也沒有去講說我的產品是什麼 那只是就說 就讓你看到 就是一個 讓你就是說 這個 你會去追問一下 這是什麼公司啊 他只是在打說 我是一個非常 非常好的 這樣的一個 這樣的一個 形象而已 最近有這樣的品牌嗎 有沒有 形象 直達形象 不過我最近看到 前兩天有看到一個廣告 他就 他就拿一個手機 然後就拍晚上的夜景 就拿一個手機拍那個晚上的夜景 那手機上面可以很清楚的看到 某一種水果的存在 你就想這是什麼廣告 那個手機上面有一個蘋果 我講出來了 那手機上面有一個水果的存在 那你會覺得是這個手機的廣告 對不對 可是後來看到最後呢 是這個摩擦大 這個摩擦大的這個電信公司的廣告 然後他就告訴你說 這個 這個手機的話呢 現貨供應 那如果是 你吸馬的話會怎麼樣怎麼樣 最低折扣是什麼 所以這是一個什麼廣告 這樣的一個廣告模式 他其實是電信商的廣告 可是他還是要借助什麼 借助那個產品 所以這也是這個手機 手機業者的一個好處 我自己也不要廣告太多 我的電信商呢 就會幫我廣告了 因為消費者到你這邊來問的是 什麼什麼手機有沒有 是不是 那每一家去問 這一家你所有的門市 這個手機都沒有 那我只好去換什麼 只好去換另外一個 換另外一個電信公司 換另外一個電信公司 對不對 好 那這廣告的這個 當你要設計廣告 好 那我們講廣告很重要的一個差別 它是付費的 好 廣告一定要付費 廣告要付費 所以如果是不付費的廣告 我們就會把它叫公共關係 好 就把它列在公共關係的那個部分 所以廣告是一定要付費 而且就是一定是要有一個 要有人來負責來出錢 然後你要去幫特定的一個 特定不管是企業特定的一個產品的話 去進行廣告 去進行宣傳 好 那所以你要做製造這個廣告的時候 你要先想 你的目標客群是誰 你的目標客群是誰 那這就連 這就跟你要選的媒介 你要去傳播這個資訊的這個媒介 就有關係了 我們說媒介有印刷 你可以運成這個宣傳單 運成這個小折子 或者你可以在電視廣播裡面來做宣傳 你可以在戶外弄一個很大的看板 你可以透過網際網路上面來宣傳 你可以透過雜 印刷品 包括雜誌 所以特殊的 譬如說像車子 你當然會去找什麼 這個汽車雜誌來做廣告 是不是 音響 你都會找那個音樂方面的雜誌來做廣告 這是 這是因為你的目標客群在那個地方 那上面這個講 過去觀眾都是被動接收 是不是 過去我們就坐在電視機前面 然後廣告就這樣過去 或者你在看報紙的時候 那報紙就出現很多的廣告 可是你現在是不是可以自己選 你是不是自己可以去選廣告了 對 你每次廣告 所以電視出現廣告的時候 你是不是就轉台 所以你家遙控器常常壞掉 你每次廣告你就在轉台 是不是 那所以 可是現在在這個網際網路上面呢 你會不會自己去挑廣告 你就自己去找業者 所以當然你看到的這個廣告 是你自己去挑出來的 所以這是 就是互動式的電視或者網路上的話呢 已經是變成觀眾在選廣告了 觀眾在選廣告 所以它整個廣告的這個製作的一個方式 就有很大的改變 那你廣告的目的到底是什麼 你要告知 你要說服還是你要提醒 告知的話可能是 我寄個新產品上市 好 所以我廣告目的 就要告訴人家 這個新產品是什麼 重點在那個產品上面 那如果你要說服人家呢 你是不是要強調新產品跟別人不一樣的東西 或者新產品有哪些特殊性 你要去說服人家 那最後像提醒 剛剛說的 它只是不定期的 不定期的播出來提醒 那你要傳遞的資訊 你要傳遞的這個訊息 廣告的資訊 你可以用理性訴求 你可以用感性訴求 你也可以很道德對不對 好 如果你不吃這東西的 如果 要很道德應該像什麼 如果我們吃美國豬肉的話 就是不道德對不對 好 如果我們吃美國豬肉 就是對我們台灣的豬農的這個 好 對我們台灣豬農的不好 好 這個廣告的 這個就是道德的訴求 好 所以看你要用什麼樣的一個訴求方式 好 那你的這個訊息出來的時候 你的執行呢 好 我們就講媒體排程了 好 你要定期的播出 密集的播出 集中式的播 就是或者特定的時間播出 好 你像冷氣機的廣告 你絕對不會在冬天播吧 是不是 好 那 你要找誰 你要找誰來播 這個都是在執行上面 好 我們之前提過 好 你要找誰來幫你代言 然後在什麼樣的 在什麼樣的情境 在什麼的 怎麼樣的一個 要密集的播出 或是什麼樣的一個 怎麼樣的一個頻率播出 這都是執行的 執行時候考量的 最後一定要做一個評估 效果的評估 好 在效果評估上面 你可以很簡單的 把廣告播給人家看 秀在 秀給你的這個 目標客群看 然後你就問他 你剛剛看到什麼 好 這就是你能不能辨識到 剛剛那個 那個到底是什麼產品的廣告 還是企業的廣告 然後再來你可以追問 你剛剛看的什麼東西 剛剛那個內容 你可以想到多少 你可以回想多少 然後你了解了多少 剛剛那個廣告 到底在訴求產品的特性 功能是什麼 然後你相信那個廣告嗎 廣告的內容 你相信嗎 最後態度或行為有沒有改變 好 所以這是層次漸進的一個 這個評估效果 好 人員銷售的話呢 好 我們就說face to face的這樣一個銷售 其實包括在我們的電 在我們的實體店裡面的話 其實也都是人員銷售 不是嗎 好 也都是人員銷售 那人員銷售其實是四種 四種這個宣傳工具裡面成本最高的 好 因為你就是要雇一個人 然後你要付給他這個 要付給他這個薪水 那甚至基本薪水之外 你還要根據他的營業額 來給他的這個commission 那但是呢 他其實是成效最高的 我們可以看到 人員銷售的話呢 他可以幫你發覺存在的一個顧客 好 然後他直接跟顧客接觸 他可以介紹產品 所以他就直接爭取到訂單 甚至他就接單 事後處理爭議 還可以做最終處理這些事情 那其他的這個廣告的話呢 你看完就看完嘛 對 你是被動的接受 或者你主動的接受 可是有沒有會告訴你說 這上面廣告會不會告訴你說 如果你要買的話呢 當然他可能告訴你說 這個 有些廣告後面會加上說 你可以去查 你可以在網路上查什麼關鍵字 然後就可以連接去 是不是 但是你可能會很想的是什麼 可不可以這個廣告 然後我電視一按 然後他就幫我接到什麼 這個訂貨的這個客服中心 然後我就可以馬上 我覺得這東西很好 廣告看完之後 我完全被說服了我要買 然後我只要在電視上觸控按一下 我就馬上可以接到客服中心就買 如果是這樣子 是不是覺得就方便很多 但是一般廣告大概沒有這樣子 可是人員銷售的話呢 他很努力的幫你介紹產品 然後你只要跟他講 或者你又不用跟他講 你使個顏色 他就馬上幫你把東西包好了 對不對 他就可以這麼的體貼 然後買完之後呢 你還可以馬上打電話跟他抱怨 是不是 好 這是最好的地方 好 好 那 我跟大家講過這個例子嘛 我在網路上看到的 網路上一篇文章 他就說 他跟他太太在這個端午節的時候呢 就去百貨公司逛 然後他太太就看到一頂帽子 他太太就把它拿起來戴了一下 這時候這銷售人員就走過來 他說 這個帽子真適合你的髮色 他說跟你的這個頭髮的顏色非常的適合 他太太明明是黑色的頭髮 這管他什麼髮色 都是黑色嘛 好 接下來呢 他太太就把帽子拿下來看一下 然後他就覺得說 欸 好像有個地方不太對 然後就有點太亮了 或怎麼樣子 然後他太太就有一點露出 有一點這個 不是很 不是 有一點狐疑的這個 這個臉色出來 這銷售人員就馬上講 這個帽子呢 你把它戴過來這樣戴的話呢 會比較低調一點 這可能太亮了 你會這樣戴起來不太習慣 太招搖一點 你就把它換個 換個角度戴的話呢 你就不用擔心那個好像太招搖的那種感覺 他就戴起來 然後太太就繼續戴著 然後他太太就看一看 他就問 價錢多少 然後他就講一個價錢 這太太就不講話了 表示什麼 應該有點貴嘛 所以這時候這個 這個教授人員就轉身過來問先生 刷卡還是附現 好 好啊 如果你被人家這樣問的時候呢 刷卡還是附現 走了走了回家了不要買了 這帽子一點都不適合你 是嗎 他沒面子了吧 是不是 跟太太出去逛街 竟然這樣子 大庭廣眾之下 做出這樣子不雅的動作 不是不雅 這個不太 這個不太友善的動作 那 所以刷卡 附現 當我們被問的時候我們會很習慣的 在兩個裡面你會自然選一個 而且通常你會選哪一個 前面那一個對不對 是不是 好 所以上個禮拜在考選擇題的時候 你是不是 都不知道選哪一個的時候 就拳頭A到 不是從頭A到底 就是從頭 就是滴滴滴滴到底對不對 如果沒有刪除法的話 大概就是最容易的 好 第一個看到的 覺得看得很像 好 就是寫第一個 所以 你被選擇的時候 我們的慣性就是 你就是會去選 好 你大會不會想出來說 刷卡附現 你不會想出第三個答案說 不要買 下次再買 是不是 你會很自然的被圈現在那個地方 好 刷卡附現裡面做選擇 好 所以他就刷卡了 然後這銷售人員 更貼心的加上一句話 哎呀 這是先生送給你的 這個端午節的禮物 OK 好 這個人員銷售就是 會銷售的 銷售的人就是這樣子對不對 他馬上就知道 你顧客的需要是什麼 然後他會 他會在你覺得不安心的時候 他馬上幫你找到一個解決的 找到一個solution給你 然後最後他就是一定是什麼 他馬上接單了是不是 爭取訂單 接單 然後處理爭議是不是 這個太太不太富的時候呢 就找先生富 這多麼的聰明啊 好 那促銷呢 就只是一段時間 那我們只對這個 某些產品的話呢 來做降價的一個動作 或提供其他的方式 來刺激這個購買量而已 所以他活動是很短 然後這個活動是要很有彈性 但是他有一個問題就是 你不能夠常常的辦 因為你要是常常在促銷的話 那很顯然這東西大概不太有價值吧 你天天在做促銷 所以他只有一段時間要來進行 那這個活動執行的時候 通常立即反應就是 你可以看到銷售的增價 他會有銷售的增加 那額外附加價值呢 有可能說 因為某個東西在促銷 有可能帶動其他產品 帶動其他產品的一個銷售 這是其他額外附加價值的部分 那我們促銷的方式呢 可以送樣品 送樣品試用 這也算在促銷裡面 好 說送贈品 贈品的話就是有時候 你去買一個吸發乳 有沒有旁邊再送一個什麼 小小罐的 那就是屬於贈品的一個部分 或者是特價瓶 就是要告訴你 這批是什麼 特價 然後他甚至都是幫你組裝好了 兩瓶包在一起 就跟我們前面定價講的 Multible unit這樣子 他就幫你兩瓶組裝好在一起 然後給你一個特別的價錢 這也是一個特價的概念 那或者給你一個折價券 是不是 或者在報紙上出現折價券 你把它剪下來的話呢 你就可以拿這個折價券 拿到折幾塊錢 或者像現在有些是 這個超市裡面 我常常看到的 你買 你買五千呢 他就送你什麼 五百塊的折價券 下一次你就可以抵用 類似這樣的概念 就是折價券的概念 或者呢 這是店面展示 他只是特別的 這個店的話 特別給這個新產品 在這邊展示 展示的時候呢 他這個產品 可以賣得比較便宜 他可以賣得比較便宜 所以可能就一大櫃 譬如說像 現在聖誕節快到了 所以他可能有一些 跟聖誕節相關的一個產品 他就把它堆得像三一樣 然後就在這個 結帳的這個出口處 然後他會告訴你說 這些東西都是 因為配合這個 配合這樣的一個節慶的話呢 整個 就是特別的一個 就是他有可能是限量 然後又是 在這個季節特別來拍賣 特別的這樣子來促銷 那當然還有其他的 譬如說什麼 寄回蘋蓋就可以摸彩啊 或者寄回什麼東西 就可以抽這個摸彩這樣子啊 這些摸彩啊 或者是這個參加什麼競賽 這些都是 都是屬於這個 促銷的一個方式 然後另外一個 rebet的一個方式 它可能就是你買的產品 裡面它有一張 你把它填一填 把你的資料填一填寄回去的話呢 你買一百塊 它可能可以退給你這個 退給你二十塊或十塊這樣子 那以前的這個 蘋果的一個產品的話呢 它都有提供這樣的 這個rebet的一個方式 就是財家我們的校園店的話 在開學的時候 它會給你說 某些產品的話呢 它就用這個rebet的一個方式 你買了之後 它會給你店家 或者什麼給你一家券 那你要填回去 寄回蘋果的公司 然後它就會退這個錢 退一部分 譬如說退十塊 或多少 退還給你 那這就是它跟 中間商之間的一個合作 然後就 把這個 戶款的話呢 退還給消費者 這些都是促銷的一些方式 好 這個 我們剛才看到的 這個是媒體啦 剛剛媒體的一個選擇 所以剛剛促銷方式沒有了 好 最後一個公共關係 公共關係 公共關係就是不花錢的 好 但是它必須在你平常呢 就把這個關係建立好 好 平常就要把這個關係要建立好 好 那這公共關係的話呢 基本上不是為了賣你的產品 它比較是在形象上面的塑造 好 比較是形象塑造的一個方面 好 所以公共關係的訴求 譬如說建立人家對你這個企業 對你產品的一個信賴 好 或者是 好 你出現了什麼樣的一個危機的時候呢 你要去做解除 要去解除你這個危機 好 比較是在危機處理上面的一個幫助 那 某種程度上呢 公共關係也可以變成是你的置入 你在宣傳上面呢 可以幫助你去做置入的這樣的 用這樣的一個方式 好 Placement這樣的一個方式 那 它的一個 它可以出現的方式呢 譬如說可以用這個 出版品的方式 就像一般企業 它可能會印一些宣傳品 好 不管或者是發一些這個電子報 好 或者在這個公司的年報上面的話呢 都可以 都可以 在 把這個年報印出來要送給人家的時候 你就可以在這個年報上面去加一些 好 對你們 就是說當你在 在介紹你們公司的時候 在講你們公司這一年做的 經營這些項目內容的時候 某種程度你大多在講你自己的好話 好 所以當它傳出去的時候 當然人家會看到 好 或者裡面有幾篇這個還滿感人的文章 好 或者是有一些顧客對你的感謝 你都把它放在年報裡面 好 放在這個newsletter裡面的話呢 好 是不是都會是一些 都會是 對你們企業形象的一些建立 好 好 那 那宣傳品的話呢 那 宣傳品的話呢 真的真的就是 這是為了宣傳而印出來的 好 我們叫publicity 好 特別 你可能會在某一些特別的活動上面去印出來的 這樣的一個產品 那這裡面包括 其實 我們講企業識別標示 這裡面包括像名片 不同的企業的名片 它的名片上面 它一定要去印一些什麼 識別標示 那它本身就會變成是一個宣傳品 好 變成一個宣傳品 所以有些人喜歡在它的名片上面 加註了好多的抬頭 他擔任什麼 擔任什麼組織 擔任什麼會長 什麼什麼 他印了一大堆 好 可是我看到現在有滿多的這些 農民啊 或者是農民團體 或者是就是這個合作社 他們的這個 主要的這個理監事啊 或者總經理之類的 他們會在他們的名片上面 把他們的產品都寫在上面 好 順便做他們產品的一個宣傳 好 所以像這種這種名片的話呢 有這樣子一個宣傳的功能 它就會變成是publicity了 它不光是一個名片 好 它真的就是一個宣傳品 好 所以 你企業的這個識別體系出來以後 那你所有的這些 你在 你就應該把這個logo的話呢 好 對企業來講 產品的話那是一個品牌嘛 對企業來講的話呢 那當然我們叫CIS 企業的這個辨識的一個體系 不管是顏色啊 不管是圖案啊 甚至像這個slogan啊 你從頭要把它併在一起 所有對外發出去的這個 所有發出去的這個 產品的 這些是印刷品的話呢 你都應該把它加注上來 你都應該加注上來 好 所以 這個 以前 我們的在史 我們的國際班的那個部分 好 我們簡稱AGEC嘛對不對 好 我們的英文縮寫是AGEC 好 那 國外很喜歡做什麼 我們常常會把一些英文字 然後取它的大寫 第一個字母的大寫 把它匯成一個 變成一個這個 類似像slogan這樣概念對不對 就會變成是一個辨識的一個符號 好 所以AGEC的話 是不是也可以把它換成四個英文字 把它換成四個英文字 然後它就代表AGEC 代表農金系 然後它也代表了農金系的精神 是不是 好 所以你覺得A你會放什麼字 你就會去查 是不是 好 A開頭的字裡面 然後它會是一個還蠻正面的一個意義 好 那G呢 A我好像放的是Aggressive 好 G我好像放的是感謝感恩 好 好 E我放的是熱情 好 C我放的是好奇心 Curiosity 好 AGEC 那代表就是我對農金系同學的期待 好 我是用這四個字 所以所有的這個 好 英文的宣傳資料出取的時候 AGEC 就是我會用四個字寫出來 然後第一個字母AGEC 那四個字還是呈現出來 所以它代表農金系的縮寫 它也代表了我們這個系的一個精神 好 那中文的話呢 當然我就會放這四個 這八個字 農威邦本金倫記事 因為它的縮寫剛好也是農金 好 這就是我們最好的宣傳 好 好 那接下來的話呢 譬如說這個主管員工的一些對外活動 包括很多企業他們會去做什麼 做一些社會服務這樣的一個事情 再來 可能 我們在做這個活動的時候 可能媒體會報導 像之前有媒體就去報導 我們就一直在講低薪低薪 然後這個 鼎泰豐呢 他們就登了一個廣告 說他們要找那個 他們要訓練 他們提供攻讀機會 然後去訓練做這個 做 包湯包的這樣子的這個攻讀生 好 然後這個攻讀生呢 受訓完成之後 他就可以留下來繼續工作 然後所以他們就 他們就有 就有這麼一個 可能在他網站或在什麼地方 他們就公布了這樣的一個故事 媒體就趕快去追著 就追著去 去講 然後就看到 或者是 如果 領泰豐出了這樣的一個廣告之後 媒體看到了 他們就馬上跑來問領泰豐 說你們這制度怎麼樣執行啊 什麼什麼的 那 所以在大家都很低薪的時候 一個攻讀生他可能就已經 他在這個企業裡面去實習的過程裡面 學會了去做 做這個 湯包 然後他就可以得到這樣的一個工作機會 那更重要的是 這個攻讀生可能家境清寒 好 所以又把故事的話呢 又包 就包含的 這個故事又更加的這個溫馨感人一點 就更加的有說服力 那我們把他對什麼 領泰豐有一個很好的一個印象 那昨天領泰豐又傳出來 他說除夕跟初一 領泰豐全台的所有的店 通通要休息一天 配合一例一休 好 所以他們就 不要讓他們的員工這麼賣命 所以除夕跟大年初一 領泰豐就會全部休息 這個新聞也是非常的 公共報導對不對 你會說這個企業非常有良心 有佛心來的是不是 好 那所以我們要相對來講 其他企業沒做這個事情的話呢 好 馬上他大概就被比下來了 好 所以這也是一個公共報導的一個部分 再來的話呢 那他們就可以去 自己舉辦活動 或者去贊助活動 好 就我們剛剛講 置入性就在這個地方 當他舉辦活動或贊助活動的時候 他就可以置入 好 往年的這個時候 我不知道 台北市馬拉松 是不是上禮拜舉行過 台北市馬拉松 那以前是有一個富邦馬拉松嘛 好 然後在那個馬拉松在舉辦之前 都會有一個廣告 好 往內都有一個很可愛的小胖胖的女生 然後他就出來說 你今年有空嗎 是不是 原來在約去 去這個參加這個馬拉松這樣子 這個路跑 好 那個背後是什麼 就是富邦銀行 富邦銀行贊助的這樣子 好 那 因為路跑的這個風氣的話呢 在台灣或者在國際間越來越興盛 所以很多的企業都 蠻喜歡去贊助路跑這樣的一個活動 好 就蠻喜歡贊助這樣的一個活動 那 好 贊助這個活動 贊助這個活動的一個過程 他可以直接用經費 他直接贊助這個主辦單位 或者他可以贊助 比如說路跑的人 好 那我是做這個運動服的 那我就贊助路跑的人 就是 你可以比較便宜的買 買這個買我的過去這個比較貴的這個運動服 那你參加路跑 你可以打幾折來買 像這樣的一個方式 好 那當然你在贊助的過程上面 是不是 至少那個起跑點啊 終點啊 會不會看到下面就寫哪些廠商贊助這樣子 那你就有媒體在 就有機會呢 把你們公司的名字在這個媒體上曝光 好 這是這個 企業在做公共關係的時候 好 就可以用這樣的一個 用這樣的一個方式來進行 好 就做贊助 就做贊助 好 所以如果你常常看球賽的話呢 好 不管你是看 你看各式各樣的球賽 是不是 常常在那個比賽場的外圍 都圍了一大圈 各家的廠商 那個廣告 好 然後 如果你要贊助的話 你一定需要說 我的那個出現在 我的那個公司的那個名牌 要出現在哪個位置 攝影機每次都會照到那個位置 對不對 好 所以應該站在什麼位置 每次攝影機都會拍什麼 拍網球的時候 他會拍哪裡啊 要拍他 放在他後面呢 還是放在他的對面 還是放在裁判的對面 好 就像打棒球的時候 你覺得攝影機都會比較對哪個 對哪個位置 所以你要爭取那個位置 對不對 是不是 好 所以我後面的看板也可以出租啊 是不是 因為以後會有很多人看這個影片 然後我說後面的話 我可以出租一個看板這樣子 就可以置物性的這個去宣傳 好 公共關係 所以公共關係很重要的 跟廣告的不一樣 廣告是一定要付費的 可是公共關係呢 基本上你是不付費的 你是不付費 但是你就必須要在平常呢 就要做很好的 你就要跟這個企業的話呢 就做很好的關係 好 好 你們有去101旁邊的廣場 去看那個聖誕節的市集嗎 有嗎 有去 有看到那棵聖誕紅樹嗎 聖誕紅搭的那棵樹 那棵樹上掛了什麼 台北花式 你都沒看到 還是那個台北花式的牌子 被拿下來了 就 在它那邊有一棵很大的一個聖誕樹 它是用聖誕紅去把它堆疊出來的 好 那是我們台北花式去贊助的 台北花式去贊助的 那天我在那邊看的時候 我就很高興 因為我不知道這件事情 我看到我就把它拍下來 然後我在拍的時候 旁邊就有一個女生走過去 好慫喔 我想要把那四個字放在那裡 我聽得好 好尷尬 好 就趕快回去 把那照片傳給我們的那個 傳給我們這個公司裡面的人 告訴他說 那四個字要不要低調一點 有人說這樣太慫了 要不要低調一點 然後他就跟我講說 這個 當時這個副總啊 副董啊 然後那個總經理就看過 他們覺得這樣OK的 好 下次改進 好 而且如果說他把它放在比較下面的話 或許就不會真的 不會讓這個過路的人會覺得說 好像太 太高調了一點 可是這也是一種 這也是一種 這也是一個置入的一個方式 讓大家看到台北花式 好 我剛剛也置入了很多有沒有 剛好在上課的時候我也講 我也置入了很多 有吧 你聽到很多台北花式對不對 有沒有下課的時候想 就去花式逛一下去買個花 尤其母親節啦 情人節啦 或者覺得聖誕紅啊 現在應該應景一下 那你就要到台北花式去買一下 我也都在置入有沒有 這是主管或員工對外活動 對外演講的時候 有事沒事你就應該要帶到一下嘛 因為這時候你代表的身份 你就是代表的是這樣子 代表這個公司 好 所以你就要去講一下 所以有時候我去外面演講的時候呢 如果外面的這個 有時候碰到的是這個 我去外面演講 當然我是台大教授的身份去演講的時候 我就會告訴他們 以你們的年紀來講 你們可能可以來念這個 台大在我們的EMBA 那如果你已經有很多學位的話 不太需要 你可以鼓勵你的小孩念 台大的這個農進系的大學部 那如果你還想念博士班 當然也歡迎你 這是我的身份 就是以台大教授 我也是在做 知物訓宣傳的這樣子的一個工作 這個 這個公共關係 當你的職位越高的時候 當你職位越高的時候 事實上你就跟這個公司做一個連結 你就不知不覺的 你就常常要去待到 你就常常在做這種關係 那你一定會靜挑釁 跟深入的女子 你一定會靠你 等一會聽到 各人的衛生 你不知的 你不知的 我不是 感谢观看